詞曲 李宗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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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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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进行讨论与学商 那就开始宣读 那我们就开始继续审查 好不好 OK谢谢 106年度中 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教育部及所属收支部分 税入部分 第二款 罚款及赔偿收入 教育部 1070万元 国民局学险教育署 35万元 体育署 五类署 青年发展署 15万元 国家图书馆 五类署 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 49万8千元 国家教育研究院 五类署 第三款 归费收入 最部3280万元 来 先从税入开始 税入 来 207万元 行政规费收入总共12000元 123 然后先请何委员 来 吴思耀委员 奶公 好不好 来 没有 我想行政规费的收入啊 还是请他们说明一下 而且我只是少少的增列一点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激励效应 希望说他们能够更严谨一点 然后规费收入能够呢 能收就严谨 105万元 告诉我们说到底是为什么 可不可以增列这样子好不好 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1000元 国家教育研究院 这个吴思耀委员有没有要讲的 第七款其他收入 那个我的部分 呃 教育部是 你们自己说是可以增加多少 因为这个是在那个 鼓励众生学习的那个审查费 好 审查费如果就何时可以增加 应该增加你们就说多少 好不好 因为 资讯图书馆 就这样嘛 如果以104的一个决算数来看 大概139万 105目前大概33万 事实上每年是很难预估的 那200万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具挑战性 那委员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那个企专专案评件是为了要改科大 他才要去做专案评件 那我们评估明年已经不太可能有改科大的案例出来 不会再有了是不是 只有退没有进 对 所以你说只有退没有进 所以不可能再增加审查费用嘛 对对对对 那正规其他的规费又是很很很 routine 所以也没有增加的空间 对其他的部分跟委员报告 大部分都已经照往年差不多的实际状况来编列 那106我们比105整个各项收入 贵费收合起来还增加252万 所以已经有提高252万的一个税入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们自己编的106年度的预算 已经比去年增加了250万 是 没错 好 那我不坚持 赵立 我请教员 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明年不会有那个申科大的 对 那现在好几个学校改制都还在申请当中啊 那个他们已经完成了专案评鉴了 我们讲的是针对从来没有提过的 那从来没有提过 我们评估还没的 对是不太有可能那个挑战 那专案评鉴这几个学校还有机会吗 已经评过了当然可以再提 华夏有吗 这个南亚有没有 还有我们那个罗委员那个叫什么 2千年 高雄 河村 河村因为他评鉴没有通过几等的 他是没有资格可以提改大 那些有哪几个可以改大 像那个 像那个 千年华展署4亿 书面资料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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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面资料给 不是 这很重要 就是因为很重要 要更慎重更严谨的回复你 不行了 高雄的高雄的那个东方设计学院 他今年有提嘛 那又今年没有过 但是他已经完成专案评鉴了 所以那个是可以 你淘创了没有过 因为今年都没有过 你知道吗 因为淘创又改名了 又改名叫南亚工专 淘创对 他又改回来叫南亚了 对 我现在跟你讲 对啦 前次序都完成了 就不用再做专案 跟这个经贵没有关系啦 好 对 那个乃工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乃工 有没有 或吴思耀委员 吴思耀还没讲完 吴思耀还没讲 我同意你讲那个 就是技术学院的专案评鉴 我认为还是比往年 虽然你们增列了10万 但是还是普遍少估啦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要不要再酌加一点 那个技术学程那个 我知道了 跟委员报告 今年度非正规认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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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收入才26万多 26万多 26万多 好 很少 很少 那我们明年到40 已经是 好 那没关系 好 谢谢委员 委员和行政委提案行政规费收入 104年度的决算收入多少 提案行政规费收入审查会 整理100万年 104 不是全部啊 不是你一个单位啊 行政规费收入 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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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规费 那个 有关那个 审查费部分 另外是93万多 所以合起来是 280几万 286万多 9 委员利分等提案 一般行政 这是100 你们收入不是编了2900多万吗 104 是 委员和行政 你收入不是编了2900多万吗 你收入不是编了 2900多万吗 如果 收入编了2900多万 计算是编了2900多万啊 各单位给我的问题 各单位给我的问题 推展一般教育职 编任教书刊 编略200万 对我刚报告的是审查费 那个请教育部 还有很多啊 说明的时候 先报的是哪一个单位 我们那个 记录人员好 记录好不好 留学生的考试 对外华语文老师的考试 高中以下幼儿园教师资格检定 嗯 对不对 专科学校毕业 那个路 自学修 进修学历 鉴定考试等等 一大堆啊 就分了很多很多的单位啊 那你们都只讲自己这个单位 只讲自己这个单位 报告委员 总数这个单位啊 是是是 刚刚这个黄司长 我是国际师杨敏林 刚刚黄司长报告的是 审查费的部分 那委员刚刚提到是 对收入对 报名费 我跟你讲 我不可能每一个师一个师的去讲 然后我还自己给你们统计 好 你们自己要统计出来 你104年 决算的总数是3200万 104年度的总数是 决算是3200万 没错啊 我为什么增加就是 把你增加到3200万 比照104年度的预算啊 决算啊 是 对 好 那也跟委员报告 就是 委员关心这个报名费的收入的部分 其实我们 明年度 你们104年度的决算是3200万 卫生交易等事情 那106年度的预算 为什么是编2900多万 是 在这里啊 对最主要也跟委员报告就说 事实上我们是对于这个 海外华语文能力测验 那个部分的人数啊 我们会配合新南向的部分 努力来 应该会更增加才对啊 是 但是也是一方面 因为 南向国家会增加 但是在欧美的国家 我们努力充斥的情况 可能 接下来会持平 或者是 会稍微微幅的下降 但是我们当然预期 这个新南向国家的部分 我们努力来推这个华语文能力测验 这个部分可以有人数的成长 如果新南向国家 华语文的 没有办法增加的话 你还推什么新南向 是 那新南向玩假的吧 对 所以 所以我106年度的收入预算 是比照104年度的决算 所以我为什么增加228万3千元 就是跟104年的决算 3千2百万一样的设置 是 好 那 如果从其他 其他 当然就是说你们 当然不实施你一个单位嘛 还有好几个师 通通通一起算下来 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 是不是也配合其他私属的部分 我们一起来勉励来达成 对 对 对 是是 委员是不是可以同意让我们 先增加100万的方式来努力 别的单位 别的单位 可能 也许像 对那个闽南语能力认证的部分 是不是请那个 对 闽南语能力认证的部分 所以 我就是讲过嘛 106年度的预算收入 比照104年度的决算 有困难吗 应该没有困难 好 官委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 就 按照委员的期待 我们努力就是 让明年的收入 可以 可以达到 比今年的 跟今年的决算 跟104年度的决算 一样的目标来努力 可以 是 所以 所以要照前年度嘛 对不对 是3200万 对 所以就照我的这个 我的数字就是照104年度的决算 对 我看到我看到很好啊 104年度的决算数嘛 对 就是前年的决算数 对我看到 我请教一下 那里面身心障碍 学生的那个真实报名费 可不可以免啊 可不可以免啊 有没有可能免 在大学的部分 所有 呃 弱势学生跟身心障碍 学生的报名费 我们是高教师有编预算 那 你们这个 报考试费 报名费 你们有讲 声音障碍 学生生学大专院校 真是报名费收入啊 我是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个收入进来 推动 改进大学扎生制度 强化人才培育 产协合作机制 减100万 喂 教育部赶快 赶快协同一下 你们团队没有整对好 词書 委员将有先等提案 提改进大学扎生制度 简列五千万人 通知议员 设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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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书等提案 同上简列五百万人 政府是重要 你们有写收入 还要写这个 设计 设计 设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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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休息五分钟 来 这也要休息 不是 他们现在连这个报名 都搞不清楚 我也不可以理解 我现在这边 设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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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员 好好好 合英宠很急 他很急的赶回来 继续往下 财产 设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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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是 好 财产知习 事务 来 那主席 那一到三个 先赞歌 行政规费先赞歌 照我的通过就好啦 不行啦 因為萬一那個 身杖要减 好不好 我們先按照 財产知习 來 主席 還有各位委員 跟報告一下 就是說 財产的 對不起 我是教育部秘书处 處長周以胜 那個財产知习的部分 原來我們編的 預算數是 97萬1千元 那麼 有兩位委員的提案 是一位要增加 我還沒講 你又要講 對不起 你是同意 我的主張 然後 好主席 我有兩個提案 講重點 我想第一點 就是要增列租金收入1千萬這個 我只是要不裡頭 透過部長清楚的來告訴我們 有關於教育部在香港的資產 我們緯由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辦理的 用廣義公司的這個 有沒有出租的這個 給珠海大學使用的這個 因為現在已經租約到期了 所以 未來 你就不活化了嗎 往年有的租金收入你就沒有列了 所以我要知道 這一筆畢竟是 我們國有的資產 是不是 未來的收入會不會有 你後續的活化使用是什麼 第二個 我還是要請 藉由處理這個預算的時候 部長你應該要講清楚 你要去督促 我們對於在香港這些資產的 現在用民間人士在管理的這個部分 他的責任全屬的關係 那 我知道你們要在信任董事接任之前 要簽署一些什麼切結或什麼 這個程序是不是完備 讓我們安心 過去因為一些歷史的因素 我們沒有辦法用國有的來登記 但是這個個人名下這個處理 我覺得還 畢竟不是長治久安的做法 所以其實是兩個層次 一個是今年你要不要收租 不租珠海大學之後怎麼辦 第二個這個法律關係 好兩點請部長說明 請教育部說明 那個報告委員 請報哪個單位好不好 我是國際市長楊敏林 就從我們前兩天到委員辦公室去說明 就是 教育部非常重視這個全灣校產的活化的價值 以前是因為歷史的因素 我們把這個校產租用給珠海大學 那珠海大學因為它受到香港政府的益助 他們已經有個新校區 所以他們承租到去年的八月 就承租期滿 那麼我們國際市 好是六月還八月 他們沿了兩個月 好從六月沿到八月 好 對那接下來要有半年的時間 我們要要求珠海大學要恢復 恢復那個整個 整個校 因為他們因為教室擴建 或者行政空間的擴建 有一點破壞了原來我們這個建築規劃設計圖 所以按照香港政府的要求 必須要原來的承租戶 要花時間 花錢 把這個原來的空間重新重新恢復原狀 所以這個要花一部分的時間 那另外一部分是今年下半年 也在部次長的督促之下 我們努力的來尋找這個全灣校產運用的價值 我們部次長指示 這個教育部不應該只是扮演包租公的角色 我們不應該只是在租用這塊校產 對那活化的計畫 這個校產 我們怎麼樣聯合國內的大學 可以跟 一起來跟香港合作辦學 所以這個變成是我們運用全灣校產 當成教育部的一個基地 由國內大學來聯合跟香港大學合作辦學 那麼台灣大學事實上有一個非常長遠的規劃 那麼香港有個學習的據點 對於吸引兩岸三地或者是甚至於歐洲學生到亞洲來學習 有相當的吸引力 所以我們現在則從香港台灣大學聯合國內大學提出一個計畫 來跟香港大學合作辦學 尤其香港有一位企業人士 曾經到台灣大學受過教育 非常認同香港學生到台灣來學習的機會 所以呢也捐了錢給淨會大學 所以將來這個香港這個淨會大學 也許就成為我們潛在的跟國內合作辦學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們預計花一年的時間來做整體的規劃 那麼台灣大學也承諾 將來合作辦學成功之後 會如數的繳租金 那我們是也同意說 讓這個台灣大學大概花一年的時間來做規劃 所以我們今年暫時就沒有編列租金的收入 那麼也請委員可以同意 我們聯合國內大學來跟香港合作辦學 讓高教的國際輸出在香港有吸引力 我同意活化就是跟台灣的本地的大學來做 但確定就是太大了嗎 也不是 你會組成聯盟嗎 對會組成聯盟 好那組成的話還是該收租金就要收租金嘛對不對 好那這個 好再後一點那剛剛你有講到珠海大學租 他要花半年的時間恢復 所以這段時間不計租金啊 這段時間他要花費 要用原來承租戶的費用 他本來就要歸還原來的狀況給我們不是嗎 對 但是因為他在恢復我們在waiting 他恢復這些場地的同時 我們就變有租金了 你們跟他們談啊 這個租約到期之後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要求 沒有這種的喔 我房客跟你租東西 啊我房租不收了不繳了 然後給我半年時間來恢復 這樣合理嗎 應該是說我們不是講半年 我們希望能盡快盡快的恢復啦 這樣盡快的恢復 讓我們如果這個合作辦學的計畫成熟之後呢 可以盡快運用那塊校產 那部長請回答 這個私產個人名義登記的這個部分 我想委員都很關心 以後怎麼把這個法律關係弄清楚 是那個只要在這個董事改選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部分還原 因為這個之前 也確實 立北運這邊大家的關切 那我們 在這個整個權責上 會朝這個方式來做處置 那來年如果確定還是要有收租喔 今年勉強 同意你們的說明 趙偉說他會讓大家暢所欲言 但是我也拜託各位同事喔 因為這個好幾百案喔 大家盡量講重點啦好不好 解釋趕快簡單喔 而且呢最好是能夠具體回答委員的問題 不要 不知道在講什麼 有時候聽不懂喔 他那是代表執掌黨黨團的意見 不代表主席的意見喔 沒有關係喔 我們都是好朋友啦 拜託拜託啦 那我只簡單 因為我有個提案喔 那我不堅持要增列到五百萬喔 但是呢這個 在我的第四案這個財產資息的部分 我還在講那個孔孟學會 只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喔 我要再明確的 我跟李立芬委有開過記者會 第一個孔孟學會 什麼時候要頒 確定要頒嗎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那頒了之後呢 他就是一個空閒 閒置的一個空間 那有沒有要再利用出租的計畫 或者是你們自己要使用 喔我不知道 所以我是希望你們能夠 積極的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孔孟學會 所以搬了 好那本來他就應該搬 但是他過去不當 佔用的這樣的期間 依照我們的 行政程序法是可以追討五年 包括各項國家的這個 非公用土地 而且他還是公用土地喔 不動產的一個處理原則喔 都可以追溯五年的使用補償金 那這個部分你們打算怎麼處理 給我書面報告就好了 謝謝 好謝謝委員 好謝謝委員 是 因為年底啊 因為之前委員這邊也提不到 當時也事實上也是給他們就是到年底 那這年底會做完他們會搬遷的處理 後面其他我們用書面資料 對對對 因為這國立交易廣播電台在使用 好 我是建議你們這一塊喔 要跟那個大南海計畫合作 跟歷史博物館這邊 好不好 要跨部會去合作 好不好 OK 五千萬 好那你們要增列多少 就照你們的是不是 財產之息 增列 五百萬年去當節 照列喔 我們不堅持 好都照列 九十七萬一千元照列 好 那個接下來雜項收入 六到八 雜項收入 又是無事要委員 來 你有兩個 說明過沒有 不用說明 來 江委員 我們要說明的 雜項收入 或者是說要比照104年度的決算 這樣子喔 好 那就增列五百零三萬 好 好 增列五百零三萬 一千萬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 那個一到三 行政規費收入部分 來 剛剛回答 剛剛的 不是 有兩個 一個是可不可以回到前年度的 那個預算數 第二個是我講的聲音障礙的那個 報名費的事情 到底怎麼一回事 人科生等體驗補助 計專線 亦產業發展 報告 報告 各位委員 那有關聲音障礙的 對 我這邊是學務特教師 我這邊是特教科 那 有關聲音障礙的部分 低收入戶我們是全眠 主要是依照那個社會救助法 那另外低收入戶是 健免百分之三十 對 所以他整個經費是有 不是 我是說如果你們全眠有什麼困難 我正好這部分我是主張 稅入不要增加 你全眠有什麼困難 對 如果我們讓聲音障礙的孩子 他增選費全眠 我們教育會選擇多少錢 全眠會有一個困難 就是說 學生在報名 可是他可能會不會來考試這樣子 對 那其實我們跟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有關學生的報名費 我們比一般大學入學的考試還要更便 像我們那個單一考試組的話 他是九百塊 那他有跨各個類組的話是一千兩百五十塊 對 那大概是有比我們一般 一般一般考試的那個入學的報名費 還要少 好吧 我是跟你講 你考慮在107年度的時候 再考慮是不是能夠全眠了 好不好 我們這個我們會再更優惠 就聲音障礙孩子的 肯評估要優惠 就評估好 謝謝委員 好 那這個新的貴費就 照乃工的 前年度決算 正臨 正列228萬3千元 ok好 145萬元 好 稅錄部分就解決了這麼快啦 現在進入岩出 一般行政 一般行政的 9到11 9到11先保留 9到11要求 好先看12 13 人员为辞 12 13 吴思耀委员跟蒋乃新委有没有意见 我很快速的想 获得部长的回应 我这个占歌 四分之一 其实我很不喜欢去冻结人事费 但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教育部长期去戒掉 学校的老师 那这个部分当然包括教官 这个我们都咨询过 那未来教官应该 如果如您咨询的时候回应 也会随着10年 对那个逐步就退出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其实是要对于整个人力的介入人力 要提出一个改善 然后受身的这个计划 那我觉得部长这个 我需要您简单说明一下 如果您的说明 我觉得大家觉得可以OK的话 那我觉得我要 我把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 但是这一点我很在意 请您要说明一下 是 跟主席委员报告 那么针对之前谈到军训教官 因为也是随着这个议演的这个决议 其实对不起部长 包括商界的教师 护理教师跟教官 教官只是其中一项 是 我想对军跟护的这部分 因为他们可能回到他们的整个原来的专者工作 那对教育教师的这部分 我想也一方面是实质上 也要借重到他们的一些实质上的教学的经验 这个不管在地方政府跟 是有他在专业上的协助 这边是不是也容许我们 能在这上面来做一些专业上的协助 但总量上我们一定会是 刚才说明会逐步的往下降 优先就是教官的部分 教聘教育 时程要退就退嘛 对不对 是 好 那这个部分我不动结 但是给我一个完整的书面报告 好吗 谢谢 来 江委员有没有意见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约聘雇物的人员 以及非典的人员 教育部要怎么来处理 难道这些非典的人员还继续 用下去越来越多吗 第二个就是你现在 教育部还借用学校的人员的原额 那要怎么来处理 我跟委员先报告一下 因为现在确实在整个总的原额管控下 甚至也有逐渐在做减少 那我想对整个教育部目前的业务 原来所谓的派遣的人力 事实上已经老早就在天花板底下 不会再扩充 那至于有一些借调的人员 也就是如同刚才所说的 我们会逐步的让这方面来规见 虽然在天花板底下 可是非典的人员 我们应该还是尽量在减少才对 对不对 那你有什么方法 或者是你有什么目标 未来这几年 每年要减掉多少 对不对 那至于借调的 有些是学校的老师 你们把老师借调 然后学校再去聘零食的人员 或者是退休的人员做代课老师 那这样对教学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教育部说叫准备减少 准备怎么个减少法 那个部分 对不对 如何减少法 说明一下好了 对不对 说实在的 我这案子提出来以后 你们的说明里面 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报告委员 人生处处长李秉舟 针对那个非典的部分 因为非典主要是一个是派遣 一个是长男 那派遣的部分 部里面 一百人是两百六十九 到一百零二年 就降到两百三十六 那一百零六人会减掉两个 两百三十四 那减这两个是因为 我们跟行政院请征了六个职员 那么前提条件是 要派遣的减六个 我们才能增加六个职员 那派遣是一 因为要保障他工作权 让他自然离退的方式 比较补 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职员已经离退了 所以一百零六人就反应就减了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密事处 他自己业务检讨 他派遣已经离开 他不要用了 所以就又减了一个 所以两百三十四 那另外我们还有五个职员 如果这五个职员 如果五个派遣已经离退 我们就相对补那五个职员 那我们又再降下来 那你还要减到哪一年 这一百年以后 还存在这么多人呢 我们大概因为这些派遣 所以对于派遣的问题 我们说的 我们不是今天才讲 去年审议算也在讲 前年审议算也在讲 年年审议算都在讲 那也不止于你用教育部 每一个单位我们都在讲 可是没有这个 这个是自然消化 并不是真的有计划的 去减少派遣人员 那因为像这个 现在派遣都年纪很轻 他有些是会在外面 找另外的正职 所以每个鼓励他 在外面有比较好的发展 对嘛 这个是你是自然减法嘛 不是有计划的减法嘛 对啊那就是因为 所以我是说你教育部 有什么计划的方式去减少 而且你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去达到 这才是减少派遣的 这个人员的真正的证图嘛 那你只是说是让他自然离开 那不是自然减法吗 那如果他不离开呢 我们依据大概107年 还会至少要再减两个 至少再减几个 两个 再过三年以后才减两个 不要那因为至少啦 这预估啦 你讲是109还是110年 106或许有职员会 有自然那个派遣会离开 也是希望他自己离开嘛 并不是你们要他离开嘛 对嘛 这要怎么去处理 真的要面对嘛 不能说是 我就是反正这样一年拖延 反正每天审查预算 你们都会讲 讲完了以后 我反正预算过了就好了 因为我们这些派遣人员 平常就做考核啦 如果他考核工作表现都很好 所以部长根本没有计划嘛 没有减少的计划嘛 我想这几个非正式人员的部分 是不是我就想刚才谈到 有几个面向 但是我想也跟委员恳请 因为确实现在的业务的负荷 我想我一并再做检讨 我一定会依循这个方式来主将 要不然我现在也 真的也面对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这个在整个负荷上面 确实也是一个实际上的状况 所以委员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两三年 我自己一直在重整教育部的业务 我想他们通常大家都知道 这个业务重整后来检讨人力 我觉得比较不至于 让这个业务是无法运转的 所以我想我会提出三年的这个 但是我现在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跟委员马上直接提 但是逐渐会退出的这一部分 我想确实会朝这个方式来执行 因为这几个月 我大力在重整教育部的议算 的政策 所以主席啊 我这个案子也不过 冻结不到十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教育部 我们就冻结五千万 他出面提出 他们的这个部分 去怎么去处理的问题 因为还有很多费一点的 才一个月的薪水 你难道去年到明年十月 你都会提不出来吗 不可能吗 因为还有其他费一点的 都有提案 要不要一起看 你还是我们招委啊 你还是主席啊 我们怎么省 还要你来决定啊 我没有反对 我没有反对个人的 这个委员的提案啊 他有分 我 我只是说 我只是说 我的提案的结果是这样啊 我的提案 冻结五千万 请书边 我只是把我的提案 说出来而已 对啊 我们并没有说 是不让其他同仁 讲话 因为刚刚部长 没有说要把他决定啊 对 而且主席一刚开始讲 就是十二案 十三案 对对对 就只有这两个案子啊 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第二幕里面 还会分五个小节嘛 所以现在是讲 人员维持这一块 那因为部长刚刚讲说 他要花三年时间 来把整个教育部 人事做盘点 所以冻结一下 让他提出书面 你要怎么盘点 也是对的啦 所以冻结数字 可以讨论一下 看要多少 五千跟五百中间 就折一个 两千 建议两千了 好不好 两千了 动两千 动两千 补书面 好不好 说实话 动多少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 也不能少到这样的程度嘛 好 我刚刚也讲过 我不到十分之一嘛 好 如果这样的话 至少动作要十二分之一嘛 好 多少 十二分之一多少 五亿多十二分之一嘛 五亿六千多块十二分之一 请他们教育部自己算一下吧 三千 还不到三千啊 两千五啦 三千好了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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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好了 建议动三千万 提书面好不好 书面报告要具体的回答 部长你要讲你三年内 你要怎么盘点 好不好 对 回答江南新委员 还有其他委员的问题 好 好 我们这个基本 人员维持 我们就动三千 然后加书面 再过来我们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基本行政工作维持 来我们 科委员 然后张廖委员 是吗 来 科委员 好 这又是一个有关人事费的问题 那我想说 其实教育部已经明确指出 因为你们现在很多的业务 是不断的增加嘛 但是我看你们 这个有必要 刚刚部长也特别提到 你要提出三年的计划 那你看你 104年行政院 已经同意你们增额 六名正式员工 让你们六名非典型 就会自然离退 所以表示 你们只要去跟行政院 有做沟通 有要求 表明你们的这个 这个强力的需求度的话 其实 他们还是会让你们 有增聘这个正式人员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 这还是一个强力态度上的一个表达 那我这个部分 我有冻结 原因还是就是这样子 就成如刚刚很多委员 特别提到的 这个非典型人力 不像我们政府单位 不应该带头做起 但是我真的要特别提出来 上次问你们 你们说 非典型人力都不是在处理 有关于一些比较机密 公权 还有一些核心的工作 但是对不起 就是有 我以前在任教的时候 每次打电话去 特别是 好了 我虽然就讲 像什么失陪中心 每一次去问话 每一年 几乎每个学期 人都不一样 所以人都是不断 可是他处理的业务 基本上是个非常核心的业务 所以他并不是要你们所解释的 他并没有在做这些 行使公权力的事情 而且人力的变化 非常的频繁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来 就是要冻结 原因还是一句话 希望能够提出一些改善 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我们还是希望 未来往正式人员的方向 来做一个处理 好不好 我想我的也是啦 现在奶公他在人员为止 01的部分就动了3000 然后我们在02的部分 也看到那个解释 刚才奶公在讲那个 非典人力 好像是一样 怎么会不一样 可是他解释的人员 也是一样 教育部说他不一样 解释的原因都一样 不要动错 不会啦 他们都没有问题 那个解释的原因给我 我看那个回答的都一样 就是如果说我们的 那个非典的人力 没有成长的话 那那个金额成长 可不可以在 人事处可以再解释一下 既然是非典型的话 他还有年支累进 还有薪级还有晋级 这个这个这个有点奇怪 这个很像一般那个 我们在地方审查预算 那个约聘雇的值级一样 是哦 是人事处 报告 我们部里面其实 在各部会里面对我们的派遣人员的这个劳动条件 其实保障是非常周全 我们要有订阅统一的新级表 那个新级表大概就是仿照那个约聘雇的新级表 那其他的劳动条件我们都给他保障了 那会增加预算是因为之前 像加班费啦 或者新级进级没有编组 那我们按照104年的决算数把它加进来 那特别新劳动计划修正过以后会增加的那个加班费啊 其实如果没有增加也会想到最后 104已经说决算从1亿千万变成1亿6嘛 那现在又变成2亿多了 那这个增加速度相当快啊 这样子这样子的那个人事费用啊 是不是你新的业务增加就增加人 那这个是纯粹是薪资的加紧的因素吗 不是对不起啊 我是秘书处处长啊 这里面的1亿6千多万 这里面有4千多万增加的部分是硬体的修缮的部分啊 因为我们教育部本部的大楼的耐震系数有问题 而且屋顶已经漏水 所以我们编列预算大概有就是要去1700多万 要去整修 另外我们有那个档案库房 在综合原来国防管理学院那边 那个是一个五层楼的建筑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人员的 不是只有人员 因为是基本性的 所以那个就将近3千万这样子 好啦 乃公已经动3千了 我们就照列好了 没关系 照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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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好啊 照列我就没意见了 好啦 照列来 书记 快点啊 我好奇问一下啊 因为派遣工用这么多哦 我们刚通过牢记法里面 菜鸟有没有 这种派遣工有没有三天价 有没有 有没有啊 因为他们永远是菜鸟 一牢记法规定办理 他们都是用牢记法 会哦 都一律 拍共啊 拍共好 所以这部分是怎么样 因为是01跟02是不一样了 但是你如果说是分开的话 我们的动法应该是不一样的动法吧 对 14到17你要怎么动 对啊 这次还是不一样 我了解啊 但是他就不应该解释的一样啊 对啊 我知道 可是他就 我还是一句话嘛 你到时候我们要 动结的话 你是要把它分摊过来呢 还是你就是只要 只要在第一项的部分来做动结 那我们比照前一节 都动十二分之一好了好不好 我说这样子分别来去动 照哪个标准 动十二分之一好不好 动十二分之一加书面 十二分之一 这样才一千万啊对吧 动一千万好了 好动一千万好了 好动一千万补书面 好 OK好 动一千万书面哦 书面就好了 书面就好了 对啊 当然补书面啊 对啊 补书面啊 18到20 18到28 千百万 来好多委员哦 提案来 18 没有差 都可以吗 18到28 好 就第三节 都第三节 对 好我来先讲好了 好 我先讲 算多一点 我一点点啦 就是说 好啦好啦 这里有一笔预算是促进大专院校学生健康计划 五千五百多万 好 这里有很多细项 其中有一条是要办理校园食材登陆平台及管理系统 推广实施计划 好 这个在大专院校 事实上的确 有困难 你说 高中职以下 国中小 团散 那OK啦 我现在在想 这笔预算 其实是 变得好玩的 因为根本没办法做 我要举例啦 我们这个是要补助给学校做这个事情嘛 是不是 我现在举例啦 我在手上我就去查啦 我们很认真去查 这个我们补助给某一个大学的 那个食材的登录 这个都要上网的嘛 这个内容都空啦 这个内容都空啦 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啦 我不要说全部删啦 我可不可以稍微删一点点 然后 简列317万 把这个尾数 简列掉 然后其余冻结十分之一 这个部分 我请教育部 你们再去评估 需不需要 做这个事情 如果不用做这个事情 就根本不用编这个预算啦 你们 你们喔 根本也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业务嘛 怎么有可能 你们各大学旁边的一些自助餐厅 你要他们去做食材的登录 哪有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怎么有可能 你们说明一下 好不好 好 总统规划师 市长黄文林说明 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笔钱并不是补助学校来做登录 是我们架设一个食安登录平台 让全国的大概6000多所学校在上面登录 没有补助给学校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从 就是托儿所到大学 那大学目前 就是用美食界的方式 大学校园周边没有在登录的范围之内 是在大学里面的美食街 他就要登录 他就要登录 那他登录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说他可以追溯 如果有问题食材 他可以从这个系统来追溯说 是哪一天的食材发生问题 那大学也可以用这个系统 来管理他校内的这些美食街的厂商 所以这个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委员支持 对 我现在是要出现问题 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是从上一届 101-102开始有发生 这个食安危机的时候 开始大家呼吁要做 那最重要是要建立起一个溯源的系统 那也要保障各级学校里面 学生师生的健康安全 这个我们大体上都支持 方向也对 但是黄国书委员讲的也对 你们有没有落实的问题 第一个有没有落实 我们在程序上可不可以简化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要落实要怎么个落实 包括我记得前阵子 教师团体也有在讲 这中小学的一个各级学校 应该是高中子以下 各级学校的校园登陆 是都老师来做 还是谁来做 在他们校园内部 会产生一些困扰 所以人力上 我们教育部 要不要跟地方政府合作 去支持登陆的这个人力的问题 那第三个 要怎么落实还有一个问题 在于我们教育部相关的单位 我不知道谁该管 这个登陆了之后 你有辦法去问 那些真是假的吗 这个也是问题 你们有没有跟 对啊 他提到的 确实有些学校 连写都没有在写 高中子以下你们很好管理 因为你们就强制要求他 但是大专院校以上的大学自主 所以有时候 学校也没在乎 跟委员报告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是104年建制的 那105年我们就会 这个系统其实已经有一些简化的功能 那甚至我们现在在研究说 我们用APP的方式 他就可以登陆 或用QR Code的方式 他就可以登陆 或者是他可以预登一个月 这样 就说我们去简化他的作业方式 那简化这个作业方式 什么时候开始 105年现在在 现在已经在简化了吗 现在已经在规划 今年年底就会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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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简化 明年就开始 对 那刚刚黄国书委员提到了 确实有些学校并没有在登陆呢 那现在的确就是说有些 有在大专校园 其实他的整个登陆的情况 比中小学士稍微差一点 那这部分我们会透过访识跟宣导 我们其实也有个奖励的机制 就是说一方面用鼓励 一方面用访识来监督的方式 来鼓励他们来做 那刚刚反映就是说 之前那个托手 他们反映他们能力不够 那这部分我们国教署 其实也会争取 跟行政院争取 这个能力上的补助的经费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哪知道一顶是一顶家 一顶是一顶家 这个部分 就是说他是不是登陆 我们这个会有三级的监督机制 就是说我们会透过地方政府 他们会会同这个农政单位 他们会去访识 他们会去访识 我是建议教育部除了这个 这个系统我是支持 但是要做到会中心 要做到能够落实 还有这个人力的资源 要去支援各级学校 再来我还建议 你们要跟那个农委会 有一个平台 因为农委会有在 还有卫福部 有有有 因为农委会是针对生鲜食材 的一个农药残存 或是他的履历溯源 那是农委会的事 可是有一些是 要已经煮好了 在团餐 要出来跟母亲 那是属于卫福部 在看看说他到底有没有 有毒还是没毒 或是农药残存是怎样 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两个部会跟教育部 在我们针对这个校团上的 各级学校团上的部分 是要密切的合作 跟委員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有四张EQ的 这个四个系统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借接 现在已经完成二张EQ 还有两张还没有完成 现在就接下来 已经正在谈这个项 就是系统的借接的部分 那你要告诉黄国书委员跟我们 你们这个一千三百万 你们真正要现在要做的 除了之前建制的 你说104以后建制的这个系统 那要怎么改善 要怎么改进 书面报告详细一点给我们 好 那我们提供书面报告 有积极的作为 可是呢 现在的状况还是 都是坚韧的嘛 你们明年编的预算是106年 还是坚韧的这个人事的费用 呃 我在这里哦 是希望就是说 还是先保留就是 这个冻结这个预算 因为等到就是你们107年 真的有去争取到这个 专任专职的人力之后 再解冻可不可以 然后 第二个是28案 28案是有关于这个法制单位的部分 好 我们这边提到的就是过去 我们再提到这个客纲微调的部分 法制单位是一个 机关首长很重要的幕僚 可是呢 我们在谈这个客纲的时候 而你们的这个幕僚单位 他对于这个客纲性质的判断都是 都是反复不一 有时候又说这个是行政规则 又说这个是行政命令 那到底 你如果是法律的见解 一定要统一啊 那我在这边 还是觉得 这边必须要坚持就是冻结这个500万 先说明完 请科委员 好 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回答说先报一下自己单位的名字好不好 是好 那个总统规划师 黄文霖 那个 我们那个 这个原制中心的补助 我们是希望 从让学校从105年的第一学期 就是明年2月开始执行 那而且我们是希望一次拨款 让学校执行上 比较不会减少一些行政作业 那如果动1000万的话 我是觉得 我们可能会影响到学校 我们拨款的作业 影响到学校的执行 所以我们是建议 是不是说这个案子 而且明年的预算 可能在2月 可能应该还不会定案 所以我们希望说 这个案子 还是可以 让他先照走 不要影响到 那个原制中心的补助的作业 那明年到107的预算 我们会尽量来争取 一次拨款 可以分两次拨款吗 你们只是说 你们想要一次拨款 因为其实 经费不多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确经费不多 所以就是给你们这个 一点时间 就是半年后 如果是说107年 你们的这个专职 部长可不可以承诺 就是你们这个专职的人力的这个预算 能有争取到 有去编列 再来去书面报告解冻 可不可以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真的是 对原住民族的学生 其实是很大的帮助 那 我是比较建议 因为我想从委员这次看 为什么交易部 会重整整个原住民交易政策 跟资源 而且是 真的是一步一步往前 我想 委员是不是可以 不要用 因为这个资源不大 但是 希望各校赶快展开 所以 十分之一好不好 就十分之一 没关系 等一下一起处理 好 没关系 先讲到这里 好 来 柯委员 好 那个 这个我们要统一处理嘛 动结多少 到时候是统一处理嘛 所以大家把意见先发 发表一下 我是23 24跟25 我先说23 其实这几个案子 谢谢教育部期 都有给我一些的说明 但是我对于一些说明 如果说不是特别清楚的话 我还是认为有必要说做一个动机 像23案我就不太坚持了 好不好 23案我不坚持 因为它是 如果说你们认为说 这些所涉及到 都是一些专业或是特殊的人员的运用的话 如果这是很长期需要的话 我个人认为 还是逐渐以正式人员为主了 这个部分 好 那24个部分里面呢 我们有关系这个西烟的人口 我觉得教育部的数字 跟卫福部是有差异的 你看在103年 卫福部讲的是6.8% 教育部是4.03% 为什么会这样子 而且卫福部的二手淹的曝露率是48.5% 所以表示他们二手淹这个曝露率太高 我觉得这表示你们这个防治的工作是需要增强的 虽然我知道这不容易啦 这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目前的做法还是非常的消极 大概都完全过去几年来都是同样的做法 所以这个部分为什么要冻结 我也不想每次都冻结 然后报告又都是一样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些压力可以想出不同的方式过来 那第25的部分里面也是 我觉得今生加390万是没有问题 蛮好的 但是呢 教育部沟通平台如果这么有效的话 为什么要办这么多的这个政策会议 其实我们也常常去参加这些不同的政策会议 什么咨询会分组会议指导会议公听会说明会 哇 要一口气要讲这么多 然后就你们说你们去检讨然后提出来 可是呢往往我都认为很多时候都常常是发钱请人过来 然后就提出一些方案 目前的方案还是停留在这个部分为止 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还是要部分冻结 因为这个冻结里面透过这个冻结 还是可以提出一个比较积极性的一些的一些的做法 我觉得24跟25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好不好 来 地方委员 我的是21案 这是针对我们在大学的新生健康资料的一个手集 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大学研究所在子班 其实年龄的差距已经很大了 所以有些项目并不是那么的适宜 那我有看教育部这边已经有说要去检讨 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就不减累 那能不能改为冻结 然后把那个检讨的结果提供给我参考 好 谢谢 还没有谁要发言的 这总共有1亿8千多万 发展补助 我会讲委员 我是3减5000万 那当然刚才我还没有发言之前 国书就在坐在我旁边一直盯着我 对面对面 那我就跟他讨论的结果 我大幅度的减少 我们两个就决定 当然要征求大家的意见 我们删减350万 从5000万变成350万 那另外呢 就是针对如何校园防毒的问题 冻结1000万要专案报告 这是蔡总统的政策 未来校园毒品 学生的毒品 一定要列为首要的政绩 那教育部来讲 到底要做些什么 对不对 所以当然应该要 还有包括法务部一起来 因为还有一部分是法务部的 对不对 所以应该要来做一个专案报告 基本上预算我们是会给你过 可是我们要知道 你这些校园防毒到底怎么做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来达到小英总统讲的 好不好 减350啊 好啊 黄后书都讲好了啊 减5000别 我们没有同意啊 我们没有同意说350啊 其实说实在啦 那个毒品是在第四个栏目啦 但是我们教育部回复给奶工 是把那个校园的那个反毒的也放到他的说明嘛 所以就误导奶工啦 所以他用这个理由 要来删预算 又要来冻结一千万 所以我刚刚就跟奶工苦苦相求 可不可以不要到那样子 那教育部你们要回答奶工 他是非常准确的 你第四个栏目要处理事情 你在第三个栏目去回答他 第三个栏目完全没有提到反毒的计划啊 第三个栏目怎么会有 我这样看了都没有啊 怎么有 那个是到第四栏目才有反毒的计划啊 快点赶快解释 好 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提案里面是内容写说 涉毒不减反针 所以我们是做一个说明 那的确我们反毒的经费是不在这一项里面 那因为这一项经费 其实是在教育部很多的单位共同在使用 那经费是真的非常的准结 是不是委员可以支持 我们用冻结的方式 不要简列的方式来处理 提案 我是不是建议也是如乃公刚刚之前的冻结 因为我刚刚跟乃公 我刚刚应该说好说 我没有立场再反驳他 我只是说明你那个 动一千万那个是要到第四栏目 动一千万啦好不好 动多一点啦 但是让他来报告啦 因为这个反毒的预算 其实反烟反毒这个都不是不好啦 都很重要啦 好不好乃公 要给他冻结 那就动两千万 可以啊可以啊十二分之一都已经一千五百万了 动四 然后本来讲三百五十万删减 我删一块钱可以吗 说要千元起跳 我一块钱 好 他不能删一块 要删一千 那就删一千块 要删一千 好 好 一千块 一千块 摆在政策宣导公共关系的经费里面 或者高中 高中 副手 职业 类科 学生制 一级实习 不是办理 动减 你怎么变一块钱 学生技艺竞赛 不是要删减 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的确有很多的部分 像办理这些这些专业人力的经费 我个人本身就认为应该稍微删简列一下吧 来表达一下吧 这个一千块是我的部分 科委员的有科委员的部分啊 本来就是这样子 不是说一个委员决定的事情 要决定其他委员的事情 是 对不对 所以 我在232425的部分 我有做一些简列 因为我个人认为他这些人力上面 一些研讨会 一些研习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 真的还是要做一些的删减啦 好不好 我真的觉得啦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这边的那个委外人力 是7个人在里面 那因为我们除了负责 还要负责原住民教育 还要负责那个学校卫生的业务 是不是可以用刚刚简列一千 我们动减的方式 就是简列50万 然后用 你全部的部分来做处理 科目里面自行调节 我觉得这部分还是得需要 对 科目里面自行调整 对 科目里面自行调整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就还是必要了 好不好 还有高路委员的那个原住民的部分 高路委员 高路委员 四五月这个编列预算的时候 如果有编列一百七 我建议找委啦好不好 我们也尊重高路委员啦 那刚刚既然乃公还有大家委员都同意 那是不是就这个向下大的整体啊 简列五十万然后动一千 两千 动两千 乃公你动两千嘛 啊对啊就高路的五百就两千啊 并在一起啊 简列两一元 董节十一元 拜託拜託啦 你 两 动两千 这里 这里已经整个预算只有一八千多万 你动个两千五百万就已经 比例上 比例上 那不然千五百又五百那两千啦 好不好拜託啦 兩千啦加高路委员的啦 兩千啦 动两千韓高路委员的啦 好啦 你看他周围急得那么急 不是欸 有没有时间压力 我很怕这个会期审不完预算啊 不會啦你放心啦 这没什么好急的 慢慢来来认真选 提了八百二十四啊 一定要认真选啊 来 结果呢 高路委员是两千就含高路委员的好不好 好 OK好 五千 好简列五十万科目事情调整 然后动两千加书面好不好 五千 五千 对啊 含高路委员的啊 原住民的部分好不好 OK 好来 现在我们第四节 第五节 五百 二十九到三十五 冬结一百万元 办公厅社啦 普强普震的啊 国民中小时候社学生手续监会 冬结四分之一 欸啊我的二十七就pass了 好吧 没有啊二十七框有啊 都算在第三 好 好啦 那帮我算进去齁 我刚没有没有讲 没关系二十七就是综合重结嘛 好 对对对对对 好好不好 我的第三十案是通案 就是那个三结慰问金就是通案处理 好 好 那现在讲第三十二案 三十二案的部分是小小的 我希望就是删减 因为这个删减三十万是有道理的 部长你看一下哈 我们针对人事行政管理财务辅导 列了八千七百一十六万我要小三三十万就好 重点是全部的部会里头这么多部会 我只有看到教育部针对退休人员有纪念礼品跟联谊的费用 针对退休人员不是限职人员 我其他部会都没有看到这一笔 事实上针对退休人员的礼品跟这个联谊费用 我们前几天在省员能会我还特别确认他们都没有 所以第一个你没有法源依据 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就节省公堂 就不需要花用 那第二个我简列三十万的理由是 你们预编了一些校长新的 就是大学校长的这个领选费用 那事实上未来这几年 明年也不会看到有什么领选的费用 所以我也没有多少啦 没有那么多啦好不好 所以三十万希望能够把 尊杰那个退休人员的联谊 紀念品这个东西就减三十万 我认为这样子的浪费不需要了 好不好就这个部分 恳请大家支持 那新社国立大学校长领选的经费 你说哪个学校要 还有几个 每年平均有多少 那明年要办多少 明年要多少 明年会有多少 十一元 五百四十三元 科资分等提案 同上减累千万年冬结五千万 所以这个是第三十二案的部分 我们就到这一幕嘛 所以三十二万请大家支持 好那那校长领选费用该支出就支出 那就减三十万是那个退休人员的联谊跟纪念品 不用了 谢谢你们 Arigato 是谁啊 委员 里面等 来 科委员 这样吧 第29案也是 有关于这个退休人员的这个层面 到底 教育部提出来说 你们要借重这些 退休人员的这个经验的传承 然后提供一些建议 那这几年 我也没看到你们有没有提出来哪些议题 还有实质的建议到底是怎么样 还有就是有关于你们不定期派员实地查核的这个部分 你们是 你们还要再花六百多万 你们是到时候查核的部分 是用一些专业的人士 还是部里的人力 为什么还要花这个六百多万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理解 我先全部把它讲完好了 这是第29案 那第31案呢 我认为也是要一些简列 小小要做一些简列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这个两场的这个演习 你就大概花了差不多一百万 而且你最主要是要辅导这个所谓的 私校建立人士制度啊 办理私校一些讲习 但是呢 你们还要承担 你们还要需要自己 自己去承担这个部分的费用 所以我不晓得 为什么要花这样的 这种花钱的一个模式啊 所以我这两个案子 我都个人认为说 其实还是要做一些删减 简列的部分 冻结的部分额外 但是还是要做一些简列 因为我觉得这个钱花的有点 不太合理 好不好 我的部分29项的话 我是简列300 然后呢 31项不是我认为 要小小的简列50 我觉得还是要一个 合理的一个数字出来 一千位 冻结一千万元 三十跟三十一吧 二十跟三十一吧 二十跟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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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还有没有谁有意见的 清典 自己组 自己组 自己聘用 那五十一委员要简列三十 然后 柯征委员要简列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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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征委员要简列五十一 那总共就减八十 对不对 柯征委员要简列五十一 刚刚他们有说明我这一项 如果不要退休人员的联谊跟纪念品 扣一扣二十五万 好 那我从三十万变二十五万 就何时 不要浪费的就不要浪费 这是他说这一项 所以我的就从三十万变二十五万 看你要多少 加起来减五十好了 减五十就好了 好不好 我跟志恩的 好那本节就减五十好不好 好本节减五十 OK 好 國一科学教育学校 障碍教育 没有这一节 这一节里面 对 科目自己调整 但是委员所提到的部分 那纪念品不能就不能的 这个 都要很清楚 不要再去调整过来 好不好 好 好 然后回到第九到第十一 就是 就是 就总的目 这个我们就照刚刚的冻结数跟三减数 去处理好不好 OK 好 对 自己调整 OK 好来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目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三十六到三八 我们都在处理 然后我们现在处理三十九到四十三 三十九到四十三 五百六九 五百六九 整年离婚的提案 同上 冻结五十万年 五百七十委员 不是要提案 補助各省事 联络出推展 对 对 来 安全通报 等耍续建会 冻结二文之一 五百七十一委员 高如一样等 如果要细一点也可以 先从学术审议 三八三九 一到四 哦 都一样 对 学术审议 对对对 好来 那我先讲我的四十二案 四十二案 谢谢高教司 又来做说明啦 那我简列的部分 我不坚持 但我要着雨冻结 我非常在意的是 我们对于多元升等制度 多元升等制度 教育部来跟我说明 是说 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授权 那个学校自审 但是学校自审 72个学校里头 大概加起来是 呃我看一下哦 总校数173校里头的72校 大概41点多嘛 所以代表还是有一些 没有去做到的 那如何让大家可以 确保自审学校升等 而且品质是qualify 是做得好的 那我希望一直 你们一页多的说明 让我没有办法放心 好不好 我本来是要动 二分之一很多啦 而不动2000万 好不好 多元升等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 对我们高教改革 那我简列我也不简列了 就动2000万好不好 恳请大家可以支持 这个是在多元升等 第42项的提案说明 谢谢 来 科委员 多元升等 来了各位 多元升等我个人觉得 真的是太难改变了 你看多元升等 我们刚刚已经特别提到 到目前为止 即使用教师 就是用教学升等 还有其他技术升等 根本就成效 根本到百分之一点多而已 目前为止 对不对 九点 九点好 已经到九点多了 不到十嘛 不到十嘛 我觉得这个部分 不是教育部要做什么 这是整个学校 整个氛围 整个教授 学术 整个系统的一个氛围 大家还是认为 就是说 还是用paper的产量 才是比较有尊严 那这个不是尊严 那个是一个普遍性的 一种想法 其实你只是教学升等 你还是要提出报告 跟我们一般所谓 教学教得好 那都完全是两码士 他还是要提出报告 而且那个报告里面 还是要有一些的paper上的 一个出版嘛 所以这个多元升等 应该是嘛 我们其实不像理工课一样 反正医学系也是死的人 也可以发表paper 活的人也可以发表paper 社会人文都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多元升等了 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 不是努力说 因为你们做了这么多了 已经三年左右 就是因为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然后也没有一个太积极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部分 比如说你全部要交给教育部 我也觉得是很困难 是每个学校 但是这个冻结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部分我们为什么 还是有提出一些简列的部分 或是一些删减的部分 简列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考虑啦 但是冻结的部分 我还是要强调 因为这个预算 涉及到我们国家讲座的一个设置嘛 那目前为止 又有这么多一些 所谓的论文造假 这样的一个风波 而且也牵涉到了一个 国家讲座的一个荣誉嘛 所以我想说这样的一个设置 也是有一则阴影 我想说我做一个冻结 在这个层面上面 不管是多元升等 或者是在这个有关于这个 你们所说的这个追求 这个学术的这个层面上面 我觉得教育部应该有更积极的作为 不管你是说有关于伦理办公室 或者是类似像这样子的 对不对 的这个整合 我觉得势必要有一些更建设性的一个做法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困难 在这个地方就删减 我的动本来是动一半 后来我也参照 跟志恩姐一样 我就变2000 所以我们就一致嘛 就动2000 请让 请他真的多元升等的具体方案做一下 好 我也希望看到一个新政府上来的 新的做法的书面报告 好吧 多两千 我搭配你的 我五千变一两千 我还有一个简列 你刚自己说简列可以考量 我们说那就考量不简列了 好 谢谢 好 蒋委员 多元升等 虽然一年是比一年多一点 现在达到百分之九点多 对不对 你们的目标值是多少 你们哪一年可以达到你的目标值 你当时制定 订定多元升等的这个规划的时候 按照的时候 你们的规划有没有预期的目标 哪一年可以达到你们预期的 百分比 百分比 好 跟委员们报告 高教室司长李彦宇说明 我们在多元升等里面 我们未来预期目标 当然是每年看可不可以 在多元的这块每年能够逐年百分之五 甚至到十 那因为今年比较大的突破 是因为往年事半 对不起我插句话 你是百分之九 百分之九点多的百分之五 还是说整体的百分之五 整体送审的人数来算 再多元 那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校内的内部机制要改变 还有这些审查委员的认知啊 态度也要改变 这个是未来我们要很大的努力的地方 那所以你们当时 教育部定这个多元升等的这个方式 是哪一年开始的 对 102年你当时有没有定出一个目标 哪一年要达到多少 哪一年要达到多少 当时102年在试办的时候 是用校数 多好学校来愿意参与我们多元升等的这个计划案 然后看能不能去改变他们 经过的三年 当然就是说只提升到百分之九 我们认为还不够 当然不够啊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是责定重点的学校 要他每一个学门 然后内部的法规机制 甚至他的人才库 那个委员的一个审核的机制 还有教师的各种法规训练 我们希望他是通盘 这个来参与试办的学校 要通盘的去检讨 而且要符合我们逐一去检视 他可以达到那个内控的机制有完成 你有没有规定各校的标准 但是我们可以去检视 有些学校 不用论文的方式来升等 这个我说明一下 就是说 这个没办法这样定标准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是不同的 那我们现在 要请委員给我们一点时间 像最近我已经把学术奖 本来都是论文多少 那我已经把它改掉了 所以真的要给一些时间来做调整 那我们包括说 食物的升等的表格跟相关 那我们也会去改它 那这样才有不好的改变 但是我觉得在高等交易 对学术前瞻 这些科技家的鼓舞跟奖励 还是要 所以就是拜登委员 说 这个部分 不要去检这个项目 因为这个其实是学术的一个标杆嘛 那至于说升等的项目 我们就努力从食物面去做调整 那其实这个还是要跟国际对接 我们不能在这里自己设说 那个标准这样其实有点问题 所以要拜登委员支持 许师姐 我也说明一下 我们两位都来自学界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都有经历过 这确实是像刚刚柯委员所提到的 这个要改变这个 传统以来的这种想法不容易 所以其实部里面过去这几年 我们包括那个审查的委员的 类似观念上面的沟通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不然你找那些 以学术为主的来审的话 他绝对会认为说 你这个是不够不入流的 所以呢 这个其实 那个之间的 之前的这些的一个培训 或者是这个观念的沟通 这很重要的 所以这样其实这样的一个成长 其实是已经相当不错了 所以审查的委员来讲的话 你应该有不同的科系 不同的学校 应该有不同的委员的比重 应该要这样 教育部有没有这样做呢 我们现在在努力啊 我这话大家都知道 还是做学术研究 我只要把学术研究做好 我现在很多委员的名单 我都改掉了 所以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给时间是没有问题啦 已经给了好几年了啦 可是我们希望越改越好啦 我才进来 没几个月啦 跟委员报告 教育部第一版那个食物升等的表格 其实是当时我帮忙订的啦 所以现在给我们一点机会说 我来改改看嘛 那不要现在就减累好不好 给时间我接受啦 好不好 好 谢谢 那主席啊 我的提案是减三千万 冻结三千万嘛 那三千万我不减了嘛 冻结三千万嘛 来来来 我有意见 我有意见 冻结一一耶 我觉得那个 多元升等的确 有检讨的空间啦 就是说 到底现在的9% 是不是我们的预期 那要多少才是 一个正常的状态下 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 那不可能 那也不好 也不好 就是说 我们大概要有一个方向 跟一个目标 那 那个 那个 陈良基 次长 我觉得他刚刚讲的很有道理 就说 好 我们这个升等 其实是 要跟国际接轨的 不是我们自己 想要怎么弄就怎么弄 那这点我可以同意啦 所以我认为说 这笔预算应该给 所以我有简列的部分 我也同意 就照列 那冻结我认为 不宜动太多了 还是要让你们 有办法去办理相关的业务 但是你们还是要定个目标 但也不是说 完全不给你们压力 所以我建议 建议啊 我的这个最好啦 冻结十分之一 最好啦 冻结十分之一 然后 照列 以上 远高利昂总 提案 那个 不是 2千啦 动2千啦 刚刚都讲2千 有2千啦 都2千 然后都动2千 书面 但这一点我跟市长讲喔 这个已经过了 我就讲一个事情 真的在深等审查过 然后有一些要做到利益回避 我已经接受过最少两个案子 就是因为世仇 然后每次送审 那个审查委员就把他退 有人因为这样耽误了8年 你知道吗 没有申诉的管道 好你们都说我们公平 我不知道外省委员是谁 根本那个领域里面 就知道谁是谁的世仇 不是 给你的钱你从来没突破过 我跟你讲的是事情 我手上去我有2个 非常优秀被你们耽误掉 我也有自然的 真的 我要讲一下 其实教育部有申诉管道啦 没有啦 他骗人的 不是啦 他是没有用啦 好我只接受澄清啦 但是教育部没有去处理啊 教育部怎么处理 你要怎么去处理 教育部说我尊重学校 对啊只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们那个管道 其实是没有用的 我觉得你们也应该去检讨一下 是是 对不对 你们有管道啊 可是还跟你们陈琴 不如去跟何欣纯陈琴啊 你知道他每次只要看到说 他宋审名单是这一个老师 他就知道说 今年又不能过了 好清楚喔 那个世仇 结得很 尤其是在那个 自然科学领域里面 他有重叠性很强的 你知道 我们可以设回避名单 这官吏本来就会 可以设 比如说我宋审的人 我可以讲说 这个人我要求他回避 你们一定要建立这个机制 好 有 我们可以要求每一个需要都做 有些会 相信我了 我讲了 有一个就是耽误了八年 对对 非常优秀被你们耽误了八年 这一道武器来开放导论 来 改进大学造成制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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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从吴思耀委员 先举手 来 何欣纯委员 还有谁要举手的 好 柯委员 苏乔会委员 然后 张亮外交委员 黄国苏委员 好 来 抽汉马牌 抽汉马牌 其实我是48案跟51案 我都是用冻结一个五千 一个五分之一的状况来处理 那48案 主要针对 我 真的讲了漏漏灯 我请你们补一个资料给我就好 48案 好 就是我们现在教育部鼓励学校要追踪毕业生的流向 发展 对不对 但是我看到的资料是你们建置的这个大专院校的资讯公开平台 却没有办法看到个别细索的毕业生流向 跟后续的薪资供给的状况 那这样就是好事做半套 而且这个显然没有办法你们教育部自己来建立 你们必须跨部会去跟劳动部甚至财政部 来做这些薪资或者是就业状况的一个串联的资讯的收集 所以我希望看到你们这个部分的改善方案好不好 这是我48案的部分 最后总冻结多少 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我第51案的部分特别要提一下 部长我针对新南向政策要增加 利用我们各项政策工具去给各个国立或私立大学一些诱因 来增设一些东南亚语系的学程的增设 那你们好像努力了要去做四个学校四个系 是不是这样 那这个部分是什么时候要设 我看到的资料是政大高雄师范大学台北教育大学跟长荣大学 那设的系索 确定是什么时程 这个请那个燕仪司长说明一下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南向政策 好我就具体这两个提案 那大家动结束大家一起来考量 好 好 好 接下来 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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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谢谢 那我先讲 其实我在第44的提案里面 事实上是横跨到02跟03 那我先讲02 最近大家都很关心 包括江委员也有在咨询的时候也问过部长 就有关这个大学招生的制度 那我们现在有强调一个学生的学习履历 我在这个预算里面也看到很多在提到这样子在鼓励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一点点又怎么讲 又高兴又害怕受伤害 应该是这样讲 高兴是说好像是让所有的学生透过他三年的学习履历 然后能够做一个对他一个学历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认识 但是另外一个忧虑是在于说 这三年的一个学习履历到底是一个表象还是真正他的能力 我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这会牵涉到每个学生背后的他的家庭经济等等的背景的因素所影响 那是会造成反而是家庭可能比较可以的孩子 他的学习履历就越漂亮 那家庭环境不允许的他的履历的那个报告就不够漂亮 那这个就是我非常担心的问题 所以我可不可以请教育部好好的去 真的我们的城乡差距还有我们的这个M型化的社会里面 学生的一个背景家庭是非常极端的 那我们真的要通盘的考量 要推这个政策之前 可不可以再更 说得更详细一点再来做决策 或是更评估的更清楚再来做决策 好 来 科委员 然后接着树桥委委员 张亮万俊委委员 黄国书委员 其实这个e-portfolio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都会很焦虑啦 这其实在大学里面 大学里面不是也叫 你们卓越计划不是一天到晚也叫 学生要去弄e-portfolio吗 那根本就是学生有一搭没一搭的去填 因为那个填的部分里面 真的要把他每次所从事的活动 项目还有他的奖励什么有了没有了 那真的很饶民伤财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部分我同意刚刚 刚刚那个何委员所提到的 这个道理 当然你是要凸显说多元入学 然后非常重视学生的学习历程 这是我们对外的说法 可是实际上面一个做法 真的不能否认 学校老师以我们自己学校来说 我所从事的这个学校 他的学校程度是偏中等 他到时候也是 他们如果说是58分过来 你50分过来他也不会管你 他e-portfolio写得再好也都没有用 你就是说在58分跟60分中间的时候 我才来看你的 你的学习历程档案 这是一个事实嘛 所以你还是会挡在这个地方 来做这样的处理 那我必须要再说 如果说你对于这个top3 就是顶尖那些学生来说 基本上面一般的考试完之后呢 你给他更专业的考试 大学里面要找出这些更精英的学生来说 这个才是一个部分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非常的明粹性的 就告诉他说我们非常重视过程 如何如何 可是他的实际操作上 还有很多大学老师 在做这个人力的删卷上面 很困难见招拆招 我告诉你目前为止 还是以他的学测的分数 来作为一个第一关的一个卡关 然后你为了要凸显这样一个政策 你又搞了一个学习历程档案出来 那这一场党又要让每个家长 每个学生 还包括你说偏向的学生 又把部长起大堆 你现在只是把过去的面试的资料 变成一个公式化的这个部分 来做个排列组合 可是他里面所挑选的部分 还是一样 学生填的半死 老师看的还是你基本的门槛 所以我常常就觉得 教育部是 你是要符合多面的声音 可是你知道整个把整个我们的 高阶层的竞争力 跟一般性的这个多元部 又会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冻结这个部分 我知道冻结只是希望提出改善意见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说 这个改善意见我还是蛮悲观的 因为你到时候审查的部分 还是掌握在大学端嘛 那大学端一定是为了他自己的学校嘛 台大一定最希望是能够用分数来挑选 然后第一关砍过之后 用第二关用你们更艰深的题目 挑选出你们要的学生嘛 那其他中等的学校 对 但是我告诉你 他只是有e-portfolio 他还是在学测55分跟60分中间 来做是一个删选 你40分不可能 因为你的e-portfolio而进入 那教育部是不是要正视这个问题 而不要每一次都说 为了一个多元 然后呢搞到大家都如何如何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好 招伟很高兴 大家 所以我就想说 既然大家都非常关心 那意见一致的部分就不特别提 就不再重复 并不代表我不认同 我非常赞成前面两位的意见 那我现在就想要知道的是说 那这个2000万 是具体的会用在哪里 是建制网站吗 还是是什么 这个为什么这件事情 就已经要2000万了 等一下 因为你们给我的说明里面 其实并没有回答到这样子的 具体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 2000万到底用在哪里 你给我的答 第二 你现在告诉我的这个说明是说 意思是说 这个机制已经有人在研议 已经有团队在研议 要怎么用 但是 怎么用 我就是没有得到答案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刚刚想要知道的 这些不管是城乡差距也好 或者只是paperwork也好 这些疑虑都仍然存在 那我就真的会想到说 其实当年我们在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 也没有他把全世界的学生都建立一个平台机制啊 那为什么人家还是可以挑出好学生 然后学生也没有觉得自己被放弃 那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好机制吗 因此我也是提出有冻结的部分 谢谢 张料委员 我想有相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学程 那个XYP那个P 是真的弄到最后会跟高中入学那个一样 你看我们那时候说要把那个会考成绩 放到30% 可是后来是30%的决定 其实那70%几乎大家都满分嘛 几乎都差一分 几乎都满分啦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其实要提平常的那个学历 那个履历 学习履历我们都赞成 但是如果说真的到最后 大家又觉得又要求公平 又要量化要指标 弄到最后是真的 等于大家都一样啦 大家为了要符合那个指标啊 等于是白做的 如果没有能够更有效的方式 或者说把那个部分是交给 那个要大学端去决定 那可能没有用啦 所以我想 那美国学校团他们大概也没有那个统一的指标在 在求那么公平性的那个审查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一定要冻结啦 因为我看你们的历程 你们的那个旗程好像是明年六月要完成 明年六月要完成 我们明年三月才有 二月下旬三月才有会期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定要要求要有公听会 要有状案报告 一定要了解好不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冻结一部分 谢谢 这个2000万要做学习历程档案资料库的建制 我觉得教育会有点异想天开啊 你这建立这个学习档案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建立了给你们的资料是真的假的 你怎么知道 这又是一个跟那种一样的造假的平台嘛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大家就拼了老命 在那里做文比赛写的多漂亮 一定的嘛 对 大家会那么笨吗 对 这里我刚才还有提到啦 弱势家庭可与多元学习服务平台呈现其特殊学习背景 部长我给你报告 我小时候念书都是凿臂取光啦 你要不要跟我加分 有 有啊 我小时候看到鱼往上游我就想到奶公啊 这要不要加分 对不对 就把我们努力向上求学动机啊逆境向上的特质啊 爱怎么写你们怎么知道我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要不要跟我加分 这个都是问题啦 这个哦 教育部你们在思考这些事情啊 实在是 你不知道怎么执行啦 但是你们定了一个政策以后 底下忙死大家啦 大家为了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学习历程啊 大家就想办法做文比赛 想办法把所有的可能在我身上 我都来搞啦 那到最后要干什么呢 他比在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不要这样子搞真的 哦 所以我在这一个预算哦 我还在讲一点 你们又要去设一个推动招生专责的办公室 现在教育部各单位还不够多吗 那些容单位还不够多吗 对啊 各学校 各校现在为了要搞你们的那些什么评鉴 搞了什么研发处一大堆的国际处啊 以前都没有 搞了十几个 这个又要设立一个招责专责的办公室 好 这个办公室还有预算呢 不是没有啊 如果设立的好玩那也就算了 这个预算有三千万了 有三千万啦 这都白忙一场啦 那各校为了要搞这个哦 我要得找人去弄一个专责的办公室 都在忙一些没有营养的事情 搞一些刑事主义的东西干什么 我觉得这个预算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子就给啦 所以我在这里哦 我跟新纯昭伟的意见一样 他是新纯昭伟是简列五百万嘛 我也是简列五百万啦 那我是预算冻结十分之一 好 以上报告主席 原来你是着臂影光才近视的 我现在知道 来 当然啦小时候你怎么知道我是真的假的 我告诉你就是真的 我告诉你就是真的 我看你近视就知道 来 李委员之后请乃公 先李委员 我是57嘛 那这边是其实刚刚大家讲的意见我都完全赞同 那我这边也是针对为什么还要在特别成立一个招生专责的一个办公室 我就觉得疑虑很大 因为其实各个学校已经都有招生的一个窗口了 对那其实整个听起来就是为了我们那个履历嘛 然后为了那个网站嘛 然后因为资料很复杂 怕现在学校的这些招生人员不知道怎么使用嘛 所以才要让他们补助他们在学校去设这样一个招生办公室 可是我看到你们的解释又说 这个是一个校级的 可是每一个系他招生的资料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 那你怎么透过一个校级的一个招生人员来符合这样的一个招生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还是觉得问题会非常大 那我这边我会觉得说反而比较重要的部分是怎么样子去开那个课程 是让这些学校知道说因应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制度 他们应该要去应应怎么样一个准备 而不是给他们专责的人力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也是有提冻结的 来我们蒋委员来蒋委员 说实在的我进立法院也是因为黄国书的问题 对不对 以前我们的院长叫做黄国书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我也受着他的鼓励我才进立法院的 我这话我怎么会再施议会28年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互相标榜一下好了 不过有关大学系所的调整的 说实在我真的在委员会问了好几次 现在系所的调整到底是什么个调整法 这个要怎么改啊 真的要落实吗 这个人才培育很多学校 学生毕业出来以后找不到工作 就是因为系所的调整嘛 根本就是我这个学校 我现在的系所我招不到学生 我就换个名称嘛 因为你们现在总量管制嘛 所以我只有换个名称 我还可以继续招生嘛 我招不到我再换名称嘛 反正我就永远换来换去嘛 好小 对不对 刚刚我上次讲过 文创 法通过以后 有多少系所是文创 跟文创有关的 记者来问 对不对 这个是真的有需要这么多人吗 还是真的有需要这么多系所吗 很少 部长你知道不知道现在高职 那时候你几岁 最多的系所是哪一个 科系是哪一个 高职 还不是餐饮的 不知道啦 商业管理 年轻人都不知道 这两个都是高职 第一名商业管理 第二名餐饮 两个加起来就一半了 而且台中的嘛 我们技专院校呢 也是一样 所有的学生 从职业体系 技师体系出来的学生 有一半是管理 和加上餐饮 我们社会上 有需要这么多管理的人吗 有需要这么多餐饮吗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科系怎么处理呢 其他的产业的人才 从哪里来呢 所以这个问题不处理的话 我们永远是 缺人的产业 永远找不到人 还有很多学校 学生毕业了以后 找不到工作 要怎么办呢 像高职 高职 高职出来以后 你学商业管理 你去管理谁啊 对不对 你去管理谁嘛 那技专院校 为什么这么多 就是因为高职的 这一批人 升到大学去了 他原来学管理的 我再继续学管理 我还是搜选 第一就是管理 第二个 餐饮的就是第二个 就这两个科系 永远是 第一名跟第二名 而且这两个科系 永远占了 整个学生的一半 这个要怎么处理 这才是我们教育部 应该要去处理的事 人才培育 这个上面最重要 就是要从这上面开始 对不对 那大专 大学考试 我早上有词询过了 那当然我现在 就不再重复了 好吧 只是真的是避免 考试领导教学 可是你大学制度 你再怎么改 到最后还是考试领导教学 你触题的方式 不改变的话 永远都是假的 就像刚刚科委员讲的 学生学习底层 也是一样 你一定是两个成绩 差不多的时候 你才会考到最后一个选项 才会去考虑 比较他最后一个选项 这是什么意思 这没有意思 所以你的比重 要让他同等 而不是次等 次要的选项 来做最后的参考 这个就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还有这些弱势机制 辅导的计划 我讲出来以后 给我的资料 我还是看不懂 到底有什么样的计划 推动 未来的成果 会达到怎么样子 真的对这些弱势的孩子们 有什么帮助 但现在看不出来 所以我的提案是 减5000万动一亿 所以我的提案是 减5000万动一亿 那就要看 我现在不相信国书两个话了 刚刚那个 讲350万 我们两个同意以后 到最后只有1000块 好 好 高路委员 有吗 是6263还没到吧 还没还没到 那这个大学这个 人到我问了 我还没问 我请教一下 部长 那个招联会在哪里 办公室在哪里 招联会办公室 他这屠民有的啊 不是我问你 招联会现在办公室在哪里 我不知道屠民有去过 那现在招联会的主委在哪里 清大 清大 他是林大 好 市长很清楚来 招联会办公室现在在哪里 在师大 在清大 招联会办公室 招联会办公室在台大 大考中心那个在台大 他现在办公室执行秘书跟主委都在清大 没有啦 你们借了办公室嘛 你们招联会办公室去借了嘛 但是那个应该讲说 现在是两边都有人啦 招联会办公室借台大的办公室 对对对 那是大考中心的啦 就是那一栋 不是啦 那一栋大楼 你也不见了 来讲讲讲 讲讲 我去讲 但那个办公室你就看到多荒谬 来 招联会办公室在哪里 你说你是谁 我是刚刚师傅师长 招联会因为最早的成为学校是台大 所以他台大有租了一个 一间办公室 那在两年前改选之后 那清大是继续租租那个办公室 但是清大 主委学校是在新竹 好我讲这个荒谬性给大家报告 所以为什么说这议题可以谈 因为招联会成立16年来 都是台大校长做主委 所以办公室就放在台大 结果两年前 一年前第一次 由台大以外的学校校校长去做了主委 结果招联会主委就在清大上班 招联会办公室还放在台大 我单讲这就是一个荒谬性 那招联会 里面才几个人 两个人是 三个人决定我们整个未来 大学的方向 好 那招联会到底他做的决定 教育部听不听 是招联会做决定就决定的大考方向 还是教育部做决定 叫你招联会去研究 我觉得你们都还没搞清楚这关系 然后现在 家长会也有意见出来了 那到底责任教育改革要不要改革 由高三下那个上课正常性 正常化问题 是你教育部要承担还是招联会来承担 我觉得部长 连一个办公室你们都还没搞定 我就觉得说 我这个预算给你 我真的是有点心寒 主席还有各位委员 我想因为招联会 依照大学法 他报考的任何招生的方案 他们是一个初步 一个讨论提出草案 那核定还是在教育部 那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也是在各界的一个意见的汇总 所以包含家长的意见 大学高中的很多的意见都汇总到这边来 那这边他们目前只是三个人 我来报告 那三个人是一个常务的事务性的协助工作 他其实有常会 然后有到大会 其实要决定的就是因为他才叫做 大学招生的联合委员会 所以我想这个机制 其实他是有相当程度的参与 只是因为大学考试招联的这个事情是关系全国的 所以核定权当然在教育部 这个不是说招联会 他就会把它做成这个定案的决定 那这个我想第一个说明 那第二个是 现在确实现状里面 除了招生的这个问题以外 高中职的现场 尤其是高中比较厉害 高三以后的 这个因为在一个高三下 几乎都随时在 办真审的那个过程 有大多数的学校 从大概三月初开始 就处于很多学生开始去做申请入学 然后呢 到了四月五月陆续放榜 有的已经就定位 有的还要继续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确实要去面对这个 不然这个情况 我想是长期的 一方面当然 学生学习高三下的那个部分 即使那些通常都已经到了 我们说叫做选修 那选修就关系到 很多大学里面比较深入的 像不管是理工或其他的 其实他在那一块是加深的 但现在反而那一块是一直被忽略掉 所以我想这样的问题 是一定要去处理的 那所以呢我想在目前 他们也是吸收 为什么说要征选大家的这个意见 那当然从大学 他从选才的角度很关键的 过去这段时间 不管从深情入学到登记分发 这些大家也都在看到 那学生所提报的这个资料 过去也有被大家提出来 做一个改变 就是说原来就是书本 书面然后提了一大本 然后之后委外去做这些事情 那希望把这些 他们可能会参采这个资料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在用这种 所以他们现在现阶段也在改了 用线上传书就不会说 光要做一个资料 就要花很多的经费 那学习档案历程的这个资料库 基本上有一点是说 你现在在办的申请入学 其实在简化的这个工作上 书面上传的 其实他已经在进行 这也是大家都认为 不应该让孩子到最后 是拿到外面去给人家 拼装帮他写了 所以当时学习资料库的概念是有点 现状里面书审送上去的这个资料 可不可以他们在平常就累积下来 不用到了高山下 就从头到尾 开始去找历史档案 再来做这个整理 所以他有点程度 在这上面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当时才会提到 这部分应该把它更便捷化 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 要去处理到底是 X加Y加P 他们现在都还在 这方面的执行意见 那以教育部而言 一定会要求 这里面各界的意见 他不能只是拿这个概念了 我想家长学生要的是 你真正会做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招联会要提教育部 我就跟理事长这边要求他们 很清楚的 你必须把这个细节 都要一并的去谈 你才能成为一个方案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过程 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 部长 我想 他那个学习履历 那个资料库 你如果从他高一就开始 我给你讲 那都是利益很好 可是那时候就开始弄 开始弄了 还是一样会有成乡差距 这个东西到最后 然后我还看到预算里面 最可怕的是什么 你们去鼓励大学端 要开始再招一批人 来审查这些资料 哇 那真的 然后呢 你们才又设立一个 教育部也有一个办公室 我现在来搞清楚 然后专责跟这些联络 我是觉得 那个部长我是觉得 这个利益都很好 如果真的能够真的完成 大家都照这样做 那我觉得没有问题 问题是台湾现在的教育现场 其实你要让他这样做 我刚才举例过了 高中生那个也是一样 你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30% 弄到最后 那个70% 几乎大家都满分 还是30%在决定 我现在很担心 就是说 我们都不相信人 其实我觉得 现在的申请入学 有一部分 就已经交给大学端了 他拿了他的书面资料 老师在面试 因为我女儿今年刚考完 我问他女儿问他什么 那他会有分数 他会一样会有 当场就决定禁止关缩 我觉得 你就把那部分 很简化的授权给大学端 就可以了 你现在如果说 还要弄一大堆的资料库 然后为了因应这些资料库 大学端还要去 成立一个招政委员会 招政委员会 还要去审查 这么巨量的资料库 要干什么 如何审查 就我觉得这个真是支持 部长我跟你讲 你先听我们委员讲 为什么最后 招委起这个头 是因为之前 我跟何欣臣委 我们几个委员 开了一个公厅会 跟家长会 联会开公厅会 他们提出很多疑问出来 但教育部的回答 都推给招联会 但招联会 又不是最后决定单位 所以 部长我们现在委员 开始有话要讲了 我现在就 先请苏乔惠委员 然后何欣臣委员 然后苏乔惠委员 柯智恩委员 然后蒋乃欣委员 然后高伦委员 对不起 招委烧了一把火 但这火很重要 来 谢谢招委 我们也提了一个头 就有关于学习履历 因为这个东西 对我们在基层 跑过 还有我们是父母的人 接触那么多家长的人 我们真的觉得很匪夷 所思说 这个政策的研究 是来自于谁 从一开始 我知道教育部 有很多的政策研究 都是委外 那就我个人认知 我个人负责 教育部很多的政策 委外都是同样 一批小圈圈的学者专家 我不知道这些学者专家 到底有没有 像刚刚部长所讲的 听各方的意见 这是我第一个质疑 所以我也要求 教育部应该要去盘点 你们所有的政策研究的 委外计划 而且那是一笔不小的钱 你们自己去盘点 那主导了整个教育部 各大大小小的政策走向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学习履历 就如同很多委员 刚刚已经开始讲了 从家长 学生 学校 到要帮这个孩子 准备这个学习履历 这不是只有高中职的学校 家长孩子 在忙而已 你现在弄了一个大学端 大学端你给他钱 好 你可能是示范吧 我不知道啦 或是监制那个系统 那就像刚刚张廖委员所讲的 大学端去怎么去解读 这么巨量的资料 因为同一个时间 那个时间点 有那么多学生要申请 有那么多的学习履历 大学端那边到底能不能 看得出来 那是真 第一个消化不了 消化不了 第二个 还是看我看不 还是真的假 他们能不能判读 再来 技术上到最后 我跟你讲啦 还是我刚刚一开始 所讲的啦 老的家庭 有法度有材料的家庭 孩子去冲而已啦 偏乡弱势的家庭的孩子 没法度就是没法度啦 英文就没法度去冲一本 很漂亮的学习履历啦 不管他是请外面的人来 拼拼凑凑 或者是你高中三年游学校 在那里去去去 在那里建立他的 那个学习履历的资料 我跟你讲啊 那个最终的一个决定权 还是在于家庭 背景跟社经地位啊 所以我不容许我们的 教育的一个入学方式 最后是取决于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错的啦 现在我们都很认同 这些学者专家 现在很多 包括教育部都跟我说 这些学者专家的研究啦 还有招联会 他们的一个研究评估啦 可是 你不能都是由他们来承担啊 这样子的东西 到底能不能做成最好 最公平而且是一个最适性洋才 你们一直坚持的一个入学方案 我真的觉得真的 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台湾的孩子啦 这个真的需要转案报告 我们冻结一部分转案报告 我建议是不是冻结一部分啊 转案报告 没关系我们的委员 讲完话我们做最后 来苏乔委员 还是柯智恩委员 一样好 相同的就不再重复赘述 那我想我的问题应该是说 就是 其实刚刚 部长也有已经解释了 那其实我们这边可能比较想 还好想继续理解是 这一个 所谓的线上系统 到底是如同 我刚刚说的是 像美国大学一样 为了减轻书面的资料 所以是在最后传书端 是做一个网站的建制功能 这样的话我赞成吗 那个是减轻书面资料 可是 可是 这个汉从 高一一进学的 那一天开始 我就开始登录 然后登录三年 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这个部分教育部要讲清楚 就是到底是 他是从 是跟国中一样 我知道国中有发一本 那个辅导手册 然后也是从国一第一天 就开始填 那个我就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那如果是后面的 我们只是在建制 让它变成一化 因为看了两千多万 看起来有一点像是这样 所以我才一直在问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话 这是 这是好的嘛 对不对 这是不一样 这是一化 这跟三年学习导演 那是两回事情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是 如果你是成立这个 鼓励各大专院 各大学都要成立 自己的招生专责单位 那这个就回到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大学是连招 所以我们 其实只有一个单位 然后每个学校一起 用同一个标准 所以才会发生 所谓的一定要统一的评量 SOP等等这样 可是如果你是像 其他国外的学校 是每一间学校 自己招收自己喜欢 自己去招收自己喜欢 那当然就有必要 在那个学校里面 成立自己的招生单位 这个也是要讲清楚嘛 到底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我想其实今天 大家在这里提出问题 是让教育部有机会解释 部内的方向 那尤其因为这个东西 真的牵涉很多很大 也不知道是不是 现在的团队决定的 还是过往的执行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三个部分 也是请提出说明这样 好 柯委员 好 那个 我刚刚特别也是要问一下 就是你的那个 学习地层档案 是不是比照像大学一样 举例来说 像他的那个学习成绩 还有他的奖励 其实有学校公开化的方法 就可以把它置入 不用学生自己来填写 学生只要是填写 他个人特殊个别 去参加的部分嘛 是不是这样子 没错嘛 所以他的那个 整个六个学期的部分 还有他包括在学校 所参加的活动 学校自动帮他填入 不是由学生来 对 对 学校出去 然后学生自己填嘛 这绝对是可以简化 这个量化的这个过程嘛 那重点 刚刚每个人对这个大学端 你们会不会设立办公室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反而持不同的看法 你如果叫我们大学老师来去做 那才叫 我跟大学老师只管研究 要不要升等啦 你叫他来说 大一的学生 对他来说 都是看分数啦 你反而是专者的办公室 但是你那些人 是找什么样的人 可能是专业人员 懂得去看 像美国 很多的什么 Ivy League 那些学生 他们非常的重视这个东西 他们因为帮他们学校 自己申请说好的学生 所以他们的专者的办公室 每个人都受过专业训练 然后都很会看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部分 来去看的话 专者办公室 是有它存在的意义 我只是不知道 到大学里面 会不会怎么去的 但是我跟各位讲 千万不要让大学老师 去看他们这些东西啦 他没有那种动能 也没有那种目的 他没有啦 他买啦 我做过 我知道啦 都买菜看啦 所以专者办公室 都是用分数来决定啦 各位 真的这是一个现实 所以你 所以你那个 不是不是 所以你那个专者办公室的设立 就是要找一些专业的人 不要叫 就是在 不是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去训练嘛 他会看 他真的是比较部分 然后来分担 大学里面这个部分 因为这是比较 美国SAT考试的那种方式嘛 没错嘛 是不是这样子 我先先确定 类似是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你就要说服大家 那个专责办公室里面 到底是弄哪些的人 他的训练是什么 是否可以来去做这样的部分 你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澄清清楚了嘛 ePortfolio 其实简化他那个过程 学生迁入他自己的特殊的部分 其他部分由学校来去帮他做一个处理 专责办公室就是要简化 让老师 不太专业的那个部分里面 有专责的人来 请你们通过都要讲清楚嘛 你们都要讲清楚嘛 对不对 委员我简单说明 有关于学生的学习历程档案 他的成绩是老师勾选以后才能放上去 那么学生有一些 那是学业成绩 而且是一学期一学期登 那么非学业的 他的一些多元的表现的是只能代表做一次只能四样 就一学期填四样 最后呢 是由学生你要选哪一个学校哪一个校系 你再把你的资料哪几个 你再丢给那个学校 而不是人家去选你的 你的档案是你个人的 只是呢 帮你建置好 将来你要申请哪一个学校哪一个系 那那个学校要的资料呢 也会在简章去说 我看中的是哪几部分哪几部分 那你在申请这个学系的时候 你自己就勾一下你的资料 把你的资料就送到那个学校去 那那个招生专案办公室是这样 学校那个系在选人才的时候 他都没有关注到学校的发展 还有学生毕业的发展是什么 我们希望整个学校从学生的入学 他会就学校所有学生入学的一个基本资料分析 到他在校四年学习结果毕业流向 甚至他的未来跟他的就业薪资 刚刚委员关心的每一个系 毕业学生的薪资是什么样 回馈回来将来在课程跟招生还有教学上 能够做一个调整 这个就该跟报告一下 所以嘛 你们就是把学生的成绩 比如说台大他要求是几级分 然后再额外再去看那个 所以最后还是回过到大家所提到的 分数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啦 那个P的部分呢 只不过是透过E的部分把它做简化 类似这部分 那这个部分大家要清楚的 但是还是一样 那个办公室的成员 还有怎么专业部分 那个真的是画上一个问号啦 但是我现在只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到时候有那个针对联招 要求大考中心提出一般对这个意见 我们问到那个调查结果 全部人的一些有关于大学考照的这个部分的意见调查 你们教育部都没有公开哦 目前到底是怎么样都没有公开哦 这个部分我只是提出来哦 好不好 来 海门来委员要发言的 来 高陆委员 不是 这个也是我一直觉得 就是说我们有关于这个联招的部分 很多我搞不清楚的组织在处理哦 我把那一个大专的这个并在一起哦 目前我们听到就是大学是有招联 招生委员会嘛 那还有征选入学委员会嘛 然后大学评见委员会 好 那你们在这个大专里面还有招策会 招策会是大学的还是大专的 记职的哦 记职的嘛 对啊 还有招策会 你们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多元的这个升学的管道 能不能简化然后整并好啊 因为我们如果都搞不懂了 学生怎么会搞得懂 对 我知道 我知道 问题是你们都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就是 一个是专责的办公室嘛 那你们如果有这么多不同的组织 整个啊 我们都搞不懂学生怎么搞得懂 有谁去辅导学生去了解这种状况 那个就管道要去找谁也不知道啊 两一波 两一波啦 两一波 来 你先回 来 好 因为记职的这个部分 记职是他来主政 那他们的对象主要是高职的学生 所以他们有一个统策也有一个招联会 那在大学里面对的是高中生 所以我们是大考中心跟招联会 我认为要专案这边 我 柯委员要讲话是不是 柯委员 对不起 柯委员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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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委员要讲话又再讲 柯委员要不要先讲 柯委员要不要先讲我先讲我只要建议说是不是可以来处理 我是建议着动动个两千万但是一定要专案报告 柯委员要讲话 十分之一就大概两千万嘛 柯委员要讲话 柯委员要讲话 柯委员要冒陋实施是真的 .? referred to, 这个部长。 我早上有评询过 我就想再确实了解一下 现在就是说 因为 现在大考的改革嘛 有中间有一个案子 就是说 学册完以后申请是在五月份嘛 就是目的是要让大家 学生能够把高中三年级完整上课 这个案子是不是确定 也还没有确定 所以有可能会 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不是 对不对 那这个念头是怎么出来的 赵连会为什么会把它变成一个方案之一 赵连会为什么会把它变成一个方案之一 这是真的 是不是能告诉我一下 为什么他这次会把它变成选项之一 来回答一下吧 还有到底到底要不要减少考试科目 我刚刚讲了一个体制上的问题 到底赵连会跟你教育部什么关系 是赵连会说了算还是教育部说了算 来跟各位委员报告 大学招生是他自主事项 所以他几个大学联合成一个赵连会 他们负责他们怎么样来招学生 但是大学招生的一个办法 最后他核定他的办法 还有招生名额是由教育部核定 这也是大学法赋予教育部的 所以最后他的办法 他招生的名额是由我们来核定 因此他整个方案的改变 最后那个办法就是要我们核定 那至于说整个方案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他有目前有一个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一个意见 但是原则上我们一定会 服应课纲的基本精神 就是让高中的学习一定要能够完整 然后高三下它是一个加深多元学习的概念 我们也会去落实到学生在他高三的学习 有到多元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在考试的设计上也会去做一个处理 那部长也今天上午也说明了 其实我们不是到110年才这样改变 现在高三下学习不正常的情况 我们会去研议把那个考试 各个学校考试的那个争选的慢慢慢慢往后移 甚至呢有没有可能集中在某几个州 让高三的学习能够尽量减缓 目前那种不完整的情况 这个我们会来努力 因为说实在的 因为你们现在107课纲里面 必修的在减少嘛 选修的在增加嘛 而且将来选修很可能都摆在高三下学期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往后延下 对于整个把高三的学课上课完 对学生是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高中 可是很多的大学就说 我四月份硕士班 五月份博士班招生 我大学我没有时间去做你这个登记 申请入学的这个作业 所以我就必须要在三月份 那个跟讲委报告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历史希望把高三的学生 高三的课程把它念完 可是如果大学部分不同意 他是说能力我没有能力 我没办法做 所以我就必须要在三月份 教育部的态度是什么 跟讲委报告 现在就是确实这一段 我不会等到110年才处理 因为这还有三四年的时间 多少阶子还是要出去 现在就在讨论的 当然大学现在我们把它拉进来一起讨论 也不是说他就完全决定 他的那个各级的学生的招生的提成 因为大学部这个还是最庞大的 所以现在也比较希望说 能够逐步的逐年的把 这种考试的时间可以比较 因为现在都是尽量利用周修的概念 所以一拉可能就要四到五周 所以几乎感觉上 好像从三月开始 一直到放榜前 都天天在招生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 现在招联会初步对新智也有点考量 也就是说 让这个时间比较再往后演一点 自己演到哪里 这个一定要跟几个考试的系程 做一个讨论 但基本上有这个方向 自己是定造五月或在哪里 现在就是在评估当中 那我也比较希望说 从106 107开始 能够逐步的把 现在的这种现场的 比较乱的这些现象 一方面是考试的问题 再来一个是教育部也要给高中一些资源 让他能够去帮忙开出一些 真的可以让学生去进行的这些课程 现在有点就放牛吃草 造成的现场这个混乱 我想教育部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也比较希望 这个跟辅运到未来新的是同一个方向 就是说让高中三年 尤其高三下的这个学习 是完整的 所以刚刚在谈到 那个历程的概念里面 其实也就是说 高三下还是要有他学习的这个成绩 应该是要在这样的记录里面被看到 不然学生根本就会觉得 我已经进到某个大学的某个科系 这个情形就完全改变不了了 但这个招联会在规划 当时我就提到说 这个地方他们一定要很细腻的 再把这提出来 所以他现在只是在这几个方向上 大致上 从媒体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大方向还是会有这个征选的这样的一个 申请入学的过程 也有到最后一个登记分发 这个大概是他们认为现在形成比较大的公司 只是这一些的考试科目的数量 还有呢 这个骑程 现在是在做最详细的细节评估 不要说到时候高中端不能执行 或大学端无法执行 所以这个委员会这边也考虑到说 当到明年我们来做一个专案报告之后 因为一定也会在那个阶段 才会做重大的这个决定 这个我想我自己也会很审慎 那现在来讲申请入学是55%吗 申请入学是55%吗 对不对 那是高线 就是后面那个学策分发的是25%吗 其他的就是繁星嘛 那现在申请入学的比例会不会再增加 将来 因为我们之前考招原则有提到 那个未来还是以申请入学为主 但是以申请为主 那个申请的比例要多少 目前是还没有定案 对没有定案 将来教育部会不会规划 把申请的名额百分比 会再提高到六成呢 五成五到六成呢 还是六成级呢 会再多征询意见 那因为原则上 目前是百分之大概45到48 但是还会有一些回流 乃公我可不可以建议 就是说我刚刚的提案是不是 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很多问题要问 那乃公的问题 可能我们一时之谦 教育部也回答得不清不楚 不是很深入喔 是不是排一个专案报告 这个预算部分我们着动 动2000万 然后一定要他们来专案报告好不好 我是减5000万动一几亿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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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2000万啦 如果报告的我们没有通过 没有新人告知就停掉了 这个两亿动十分之也差不多2000万啦 就动2000万加专案报告好不好 动3000万 动3000万专案报告 2500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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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万啦 2500 借我 2500等下报告 我给你5000万 好啦 2500啦好不好 3000啦 2500啦 听我一字嘛 前面都是接受你们的意见 我本来3500 那变成1000块钱 3000专案报告好不好 好啦 好啦 我本来是5000的 好啦 我讲真的 今天我讲很实在 这招联会 你们要回头好好去看招联会 大好中心 跟你们教育部三角关系到底怎么处理 他这还涉及到克刚 有些事情 连大好中心都不愿意配合 招联会叫不动他 对不对 那你招联会的临时性的组织 要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我觉得 今天我只是不愿意耽误大家 省预算时间 所以 好吧 我们 我们执政党招委那么急喔 我就免与同意了 动3000 动3000 动3000专案报告好不好 好 那个部长啊 你要报告 说实在的 克刚107克刚 要赶快定案 你才能够来报告啊 因为你业营系克刚不定案 你后面的那个旗程 你就没有办法排啊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来讲的话 大学改革 你想 最晚最晚明年6月要公布嘛 那这样的话 明年进去的学生才 毕业的时候才用得到嘛 大概3月应该是这个 对啊 进度也明确了 所以你自己的进度要掌控啊 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你们的问题啊 好 好 那个 我希望在大学考到这一块啊 希望教育部 你们明年突然报告的时候 要很清楚 讲述你们的政策出来 免得家长孩子很防恐啊 我们今天我还有三个临时提案要处理 但是我们要一点进度 所以我们处理到这个第三节 强化人才培育及产学合作机制 第几案 58到68 58 58到68 58到68 好不好 处理完我们就处理临时提案 然后今天就散会 好不好 来 58到68 强化人才培育及产学合作机制 来 呃 来 吴思雄委员 然后 我们中嘉宾委员第一次发言 让中委员第一次 中嘉宾先讲 中嘉宾第一次发言 其实呢 这几个案 我只有附属 但是没有提案 但是呢 我在看教育部的说明当中 我要确认一点 因为我看到你们在于 呃 有关于 八千万 提升青年学生全球移动力 这个项目之下 因为有许多委员都有提到 整个科目呢 都包在里面 但是 你们有提到说 教育部补助大学 校院精进全英语学位 学制班别计划 这是属于新增预算四千两百万 然后呢 你们也提到说 在一百零五年度呢 核定十三校二十八个全英语授课 学位学制班别 那么请说明一下 哦 还有我们一起中和答复 来 接下来 吴思雄委员 其实这一项我非常关切啦 七亿三千多万在高教司哦 其实分两块 第一大块你们在做大专院校的艺术设计人才的养成 那这当中有新增计划 也有旧的计划 旧的计划 请回应我 我记得上次我们在预算处理解冻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 对于台湾大专生出去国际得IF奖 红点大奖这些 是补助得奖之后飞出去的机票 你们说要源头改善 就像我提出的是前期协助这些学生 他的东西可以送出去才有得奖的机会 所以延续性的旧计划部分你们的改革是什么 针对艺术跟设计人才出国 就冠军党回来 这个部分的处理 好新增预算这一笔向下 你们包括艺术设计的包括你们就是 要再去补助大专院校办理艺术设计人才培育计划 如何补助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补助艺术大学推广艺术教育走出校园 这里所指的艺术大学就是北 北一大 台一大跟南一大 就三 以前没有这个预算是不是 以前都没有 好这个我可以支持 但是这个艺术大学就是这三所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新的是 你们要做食品安全人才培育 2000万 所以新增的是这两项 艺术设计人才培育跟食品安全 请告诉我你们怎么去做 那延续细节化就是刚刚请回应我 我们设计艺术人才出去得奖的 上次我在解冻的时候 部长说有一些新的改革 刚好要开会 那刚好在审议预算的时候 把你们开会之后的 这方面人才的promote 提出来一个说明给我们 那刚刚嘉宾委员提到 青年学生移动力 全球移动力 那个我也实在是非常充满著好奇 你们写的短短几句话 就能够 而且就是在 语种语言人才的培力 是这个部分的重点吗 我们让青年学生全球移动力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太虚了 好不好 就这三点请回应一下 谢谢 好 高路委员 我这个部分是针对强化人才培育以及产学合作机制 我想市长应该还记得 就是你在七月的时候 在这个有关于这个评鉴的双月刊里面有提到 现在高教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用落差 所以因此呢 你会认为就是说 应该问题如果是在这个教育部 就是要由教育部先把这个制度的门口打开 可是我在这边 没有看到你们针对有关于就是学制僵化 或是大学人停留在旧的经济需求 科系没有变动 这些部分提出相关的积极的作为 第二个就是 您在十一月的时候的媒体专访也曾经公开的表示说 全台大学毕业生将有一半具备程式设计能力 那我这里也曾经咨询过 就是说那你们的这个程式设计的比例啊 是什么 具备程式设计的比例 那如何定出目标 相关的那个能力的定义 要怎么样去定义这些等等要求你们提出 提出回复喔 结果你们是到12月6号 才回复本席 那回复的本席的这个内容 也只是说分阶段 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这样子分阶段作为目标 可是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相关的计划 那你如果没有计划要怎么样给你们预算 好在这边再请你们再补充 好客政委员 好我的是第67案 我觉得教育部给我的说明 这一题真的没有回答到我的疑问 就是说我 我是说面对这个育成中心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没有很好的一个成效 而且财务发生短促 而且你的流动率相当高的这个情况 到底有没什么改善的机制 我基本上虽然问这个问题 但是我对你们回应 我其实也还蛮悲观的啦 因为育成中心的确非常的不好做 可是教育部又为了要反映出说 我们我们就是要明和这个学用落差 又硬要有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觉得我们每次谈这些问题 大家是不是可以面对现实啊 其实你那个育成中心原因就是 但是还是来自于我们大学老师 其实非常的本位 他们本身在这个研究部分可能做得很好 可是你说要育成把它这个转制 然后特别要来做这个部分 他们已经某种程度 已经脱离业界一段时间 可是教育部又不断的要来做这个 我常常每次在看到这个 每次都说我要冻结 然后希望能够提出具体的意义 然后教育部所能够写出来的报告 还有所限的成效 因为你还是要靠这个大学端里面 来提供你这些的资讯嘛 大学端又提不出来 所以我真的真的觉得 真的是无解 我觉得那个积极性的做法到底是怎么样 每一次讲到这个冻结冻结 然后大家就要报告来之后 然后每个人说 哦 好了 让他过了 可是还是没有 所以你要不要真本就是承认 我们本身 而且你根本不敢挑战大学老师的一些 有关于在实务经验上面 你根本不敢挑战嘛 那大学老师基本上就跟产业界本来就是 除了几个部分之外 很多科大之外 大学里面其实是有一些的落差 那大学老师本身在这个学术里面 你叫他要去给他这么多的部分 叫他去跟产业界 然后再跟产业界请教 或是什么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 然后你又有这些老师来 让带这个学生出去 所以那个学校每次要搞这些事情 都被搞得非常的头大 所以我觉得你要提出报告 我要冻结 但是你是不是现在面对这样的现实 面对以既有的框架之下面 再去思考到底怎么 怎么样来去做 不要再给我们过去一样 都是一样的做法 那这样一个冻结 还有这样的报告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个部分 还是在打出积极的做 好 张廖委员之后 乃公 然后黄国树委员 好 谢谢 我的是第66案 有关十案人才的培训 那你们送的资料 原则上我可以接受 所以我这个 这一案我主张可以照列 那68案 68案的部分 我是有疑问 就是说 你们在105年度 就是 你这一幕是推动大学 大专校院事办创新计划 这一个科目到底跟去年 去年我们 就今年 今年高教师也编了一个9千万 技职师也编了一个1亿8千万 也是有关高阶人才月身发展的 还有一个 事办大专院校创新计划 那个 今年2亿5千万的 2亿5千万左右 有行政支的2千万 他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到10月底才 才执行了大概一半 多一点 这个 这个 到底今年的预算用得完吗 蛤 有吗 我现在看 才到10月底才合了6千多万 那后来有24案 你们回答我说7千多万 那也才1亿3 那为什么你们明年只编了9千万 是新的吗 两边都 也是都一样 编同样的预算 对 延续性的 这个执行的那个 好像 还有 好啦你书面资料给我啦 我是看了有疑问才问的 你如果能够说清楚的话 我是可以不用动讲 好 谢谢 等一下我们请乃公 之后黄国树委员 中嘉宾委员要发言吗 没有 OK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 有关这个实安的 培养实安的人员 你们今天编的是2千万嘛 你说要补助3到4所 对不对 然后你要补助他的开办费 实验室的设备 专案教师的人事费 2千万够吗 啊 乱起的吧 你这是乱起还是 难道实安的补助 培育人才实安的 只要一年就好了吗 没有啊 你的预算只有2千万呢 不适合我 自己啊 对不对 因为你的预算书上面只有2千万呢 2千万你要补助3到4所 然后要设这个开设硕士班 硕士在职班 学士后学习 学士后学习为主 然后要设那么多实验室 光实验室的设备 你2千万就不够了 那你要怎么个补助法 你一个学校补助多少钱 就客政赶快赶回来 啊 黄委员黄委员 黄国书还没讲话 前院长 前院长 我们教育部啦 因为实安的议题现在变成显学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要去培训培养实安的人才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我们培养了 即便我们用了在职专班 或硕士班等等 我们培养了所谓的这些实安的人才 他们学成了以后 他们到哪里就业 他们到哪里就业 这要考量到啊 之前 我提过 我再讲一个概念 之前 我们也曾经 因为政策的关系 我们到各个校去主张 去建议他们成立 比如说台文系 台文所 现在我们吃到苦头了 糟糕 这些系所都要 都要裁掉了呢 对不对 比如说 中山医学大学 当年因为政策的关系 然后 在那里成立了台文所 大家记不记得 可是现在 没有人要练了 怎么办呢 这又得裁掉了 我们可能要考量到 这一个实安人才的培训 培养 是不是永续的 那要永续 要有人来念啊 那念完以后 要考量到 看如何到产业去 这个要 我们要去帮他们思考到这个问题 要去连结啊 如果没有的话 就办着好玩的 你这两千万就是 哎呦啦 我们教育部有重视 要培养实安人才啦 那到底你培养这些人才 到哪里去用 用到哪里去 这个你们要到考量啦 另外喔 这一个提升青年学生全球移动力 这个看起来实在太好听了 真的 但是 你怎么落实呢 比如说 教育部有补助大学院校进进 全英语学位学制班 很好啊 问你谁会来念啊 我学习全部都用全英语的 我们台湾哪一个学生会来念啊 我用中午一样可以毕业 我干嘛去念那个英语班的 不至少麻烦吗 会不会有人来念 我不晓得 这个显然 显然到最后就变成 给外国人用啦 这就是给外国人用啊 不然谁会来用 所以你的青年学生全球移动力 可能要考量的事情 非常非常多 另外喔 好啦我讲到这里啦 好啦再讲下去 我讲到这里好了 所以我在这里啊 我建议你们重新检讨这个政策啦 好不好 我完全呼吁你 因为周围还没讲话 周围还有很多话要讲 来 宗教兵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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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注的议题 因为刚刚我 黄国术的委员前半段的部分 我的确要请我们高教师说明 你打算做食品安全 三四所学校 你说学是厚的 那请问一下 你知道目前国内 你是对高教嘛 对不对 那不管高教或技职 有哪些学校 有这个食品安全 甚至食品安全研究室 知不知道 好 待会呢 市长说明一下 单单是在我们屏东 美和科大 不是靠国家 不是靠教育部 它就有一个 可以得到国家 及认证的食品安全研究室 我们在南部各县市 在视频安全把关 我们都送美和科大 那我要了解一下 那教育部 你现在编这两千万 你去问看美和科大 他投资多少钱 那过去你们的目标 潜在的学校是哪一个 这一点呢 就是配合刚刚的 那因为刚刚 方委员问了这个 市长一个问题 那我也顺便把我的想法 跟方委员分享一下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所谓的全英语啊 这个学程呢 其实 标的如果是由我们 国立大学来设 目标 应该是要吸引 临近东南亚地区 这些精英学生 这些精英学生本来 他要去留学欧美 其次纽澳 然后是新加坡 但是我们台湾兼具有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全英语学程 那么这些在其他国家 一流大学 顶尖大学里面 原来在里面的 国际部就读的学生 有可能因为台湾 还同时兼具有 华语优势 他们愿意来台湾就读 新加坡的大学容量太少 纽澳 欧美的学费 生活会太贵 台湾呢 生活会便宜 如果我们的大学 在以一流的 我们的顶尖大学来说 如果他们创设 国际学院 教育部要清楚说明 你的学生 招生的目标 学金是多少 以曼谷为例 它一个国际部 一半是曼谷本地生 一半是国际生 那曼谷的学生 本身就可以在国内 达到了国际留学的效果 这大概就是国际部的用意 那我就觉得高教师 你们在这里的说明 可能事先不足 以上补充 好 等一下 我要问一下 对于艺术教育这一块 八千四百多万 我是支持 但是我很有意见 我请教市长一下 你的所谓的表演艺术要扶植 你是表演艺术呢 还是视觉艺术 视觉艺术裡面是属于绘画类呢 是中画西画 还是属于雕塑 还是书法是不是属于中国的 所以排除在外 我现在跟你讲 我讲很认真哦 你送往的国家 是哪些国家 是认为你要去发展的国家 你这案子 你有没有跟文化部去谈过 它有没有衔接的 我是觉得 你就把这送过来 我很好奇 非常好奇 钱该给 因为本来艺术人在培养 但你给的那个计划 我认为你一定很难过关 所以为什么会动武艺 我是很有原因的 真的 你们这个钱真的是 8千多万你要动武艺 没有啊 这怎么就7的啊 8千多而已 7... 这个强化人才是一个啊 7... 7...3千多万啊 强化人才培育及产学合作机制 7...3千多万啊 7...8千多万啊 7...8千多万啊 对对对啊 你要讲 没没 我现在讲的是强化人才 培育及产学合作机制啊 对对对对 我讲到这 我讲到艺术裡面 我讲为什么会动武艺的 我说只举一项 8千多万这个东西 你就没办法过关 何况其他 刚刚我们很多同仁讲 那个人才移动这些事情 你根本讲不出来的啦 我们希望鼓励孩子出去 但是你的计划一定很难通过我们的 先让你试回答一次啦 好不好 试回一次 是 好 我就先就这个设计 艺术设计人才这里 事实上我们目前是针对我们 大专销 我们分三组 一个是数位媒体组 另外一个是平面设计组 第三个是产品设计组 那这些学生呢 我们会先 先有一个研习 有兴趣要参加竞赛的同学来研习 那在研习的过程呢 我们会把 国外相关的夜市请来 来一方面教导 那一方面也会进行观察 然后在学生 学习结束之后 然后再去临选出来 最后每年会选出20个学生 然后把他送到世界各国的这个海外的培训机构 给他出去一年的实习 那这个一年实习完 回来之后 他还做成果展 我们去追踪历年来 这样回来的学生 他在就业 跟这个艺术或是设计相关领域 他的那个就业的相关性 几乎达到98% 也就是说 其实这样的学生 他回来 他在这个领域 他是继续再去生根去就业 那这些 我们将来除了这样 我们会希望他还有一个成果展 就是把他学习的东西 可以分享更多人 这个是在艺术的部分 那另外针对三所艺术大学 我们觉得他应该把他的这个艺术的教学成果 那是一个过程 能够深化 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 一般百姓能够知道 他们有一些表演的东西来给大家 我简单问你 你这案子有没有问过经济部 有没有问过文化部 你知道工业设计 跟一般设计差别在哪里 你知道吗 工业设计比较强调这个 工业设计不止那三个学校 还有很多学校 我觉得 对不起 你很难通过我这一关 我 对不起 来 谢谢陈在 我不敢做决定 今天的找我也是你 我只能做建议 我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其实刚刚陈在我在讲这个艺术 这个教育的部分 我们确实需要你们更具体 而且你们的想象 真的都只是在你们教育部里面 内部的凭空想象 或是在这个大专院校高等学校里面 对不起 高等教育学校这样子的一个想象而已 你们真的到 有没有去了解说这个设计产业 我们这个艺术之所以要产业化 那你要培养出什么样的艺术教育的人才 那你跟文化部 刚刚陈在所讲 你跟文化部 因为文化部 也在做艺术人才的培育啊 那你之间我们跨部会的沟通 你们两个部会 谁要负责哪一端 那怎样呢 去盘点跟整合 这第一点 还有他如果说这些你们培育出来 艺术的人才要就业 那就是在产业端 产业端就需要经济部 所以刚刚陈在我才会问你说 那工业设计跟一般的设计 是差别在哪里 我们教育部在设计这一个计划 规划这一个计划 预算要执行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去评估跟盘点过 这不是说我变成预算 我只要分给那三四个学校 学校去执行 这样就好了 不是我们教育部不能做这样子而已 这样子把自己做小了 这第一个 我希望能够具体的 再好好的再去想一下 你这一笔钱到底要做什么 来说服陈招伟跟我们 好不好 这第一个给你一个机会 书面报告我建议 而且你下一次如果报告的时候 你要去问一下 为什么上半年一个新一代设计展 是谁办的 对不对 跟你们今天有什么样的静和关系 我来问一下 三所艺术大学 他们现在有没有走出校园结合在地资源 共同营造艺术氛围的计划 北一大已经办了二十几年的关渡艺术节 我们教育部有帮忙吗 等一下这个处理完啦 这个会帮忙吗 我还没问完 北一大的关渡艺术节 没有用到教育部任何金会嘛 对不对 用台北市政府的嘛 那我的意思是说 未来这笔预算类似像这样子 就会补助嘛 他会写计划我们会来补助嘛 没错嘛 那这样我会支持 没有 这就是要给他们机会讲清楚 但是你们要说清楚喔 对不对 那要怎么样 这些预算给你们了 你们要怎么运用 然后标准是什么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我觉得你们要说清楚 对对 所以我们要给他机会说 我是建议说这个可以冻结 但是用书面 具体讲清楚 对不起我还有一个 对不起 因为刚刚在讲到那个食安人才 我必须要再讲一下 还是给教育部机会要讲清楚 确实如黄委员跟中委员所讲的 我们现在高等教育校园里面 有很多食品的相关科系的人才 但是他不一见的就是食品安全 因为我之所以是会去理解这个是 我跟吴昆英吴教授研究过沟通过很多次 那我们一直在推食品安全人才 这个食品安全人才是在于 他不仅要对食品的这个认识 还有他的原料 他的材料 他材料原料 背后里面所代表的独离 或者是风险健康风险评估等等 那个叫做食品安全人才 所以你们要讲清楚 才会让这些委员能够得来支持你们的预算 但是也要拜托你们要盘点清楚 我们今天不是说这个食品安全的人才 建制了之后 就把我们现有的所有的食品相关科系的 这些人才撇在一边 不对 我们是要共同成长 共同来好好的守护这个食品安全这个区块 所以呢 拜托你们讲清楚 谢谢 乃公王以后吴思耀委员 这个预算到底是高教师编的还是核委员编的 高教师编的还没有核委员讲得清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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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所以我们刚刚的主席啊 刚刚我们的问题都还没有讲 还没有回应的对不对 然后后面我还有创新创业的问题 还有全球人移动的问题都还没有谈啊 那所以今天要谈了几点 五点钟的话那就下次再来嘛 好了那我们真的不难不及 因为我讲话也有感而发 因为说实在的 你说这个食品安全能源要跨领域 现在哪一个科系不要跨领域啊 你创新创业不要跨领域吗 你没有跨领域的话你怎么创新创业呢 不同的领域结合在一起才是创新嘛 才是创业嘛 单纯自己的领域永远创新不了嘛 对不对 你现在那个物联网就是不同领域把它结合在一起嘛 我想这个陈次长应该非常内行才对啊 所以这个部分啊 这个整个涉及到将来整个大学系所制度的问题 结构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不是请教育部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今天这个 因为还有很多需要你们再回去研究 再做一下功课 好我们就下次再继续審 我们今天就 嗯 审查结果 免语宣读 授权意识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 关于今天预算案 审查座如下决议 今天有委员提出三个临时提案 请宣读第一案 请宣读第一案 临时提案第一案 教会部表示原住民专办日设立 主要系会配合原住民主委员会之 原住民主高等教育人才培育 其透过专办形式以提供原住民主学生有 别以一般教育之环境且理常上本意鼓励 非一百零学年度既有十七校开设原住民专班 然依据数据显示 十七所大专校院其中十五所为一般大学 仅良所为纪专校院且该两校皆为私立学校 位如一般大学上有四校为考虑大学 其象征一是否代表 既是对于纪专校院之原住民专班 位若一般大学重视 再者如何避免原住民专班轮违部分学校 仅作为招生之工具 原建设教育部一个月内 针对聚专校院原住民专班之定位 申请及审的方式 以未来成效考评等相关机制提供 书面报告送交本委员会及各委员 提案人委员高露宇佣 联署人委员张六万坚书巧会 高露宇佛有没有补充的 刚刚教育部跟我这边有讨论 这个一个月改成两个月 可以接受 那就改成两个月 谢谢 照修正通过 第二案 主席要刚刚第一案加联署 第一案加联署 好 第一案蒋乃馨委员加入联署 那本系也加入联署好了 谢谢 好 第二案 原住民主教育法第十条明定 原住民主地区 应普社公立幼儿园 非盈利幼儿园社区 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务中心 提供原住民幼儿教保服务之机会 为保障原住民幼儿学习 其足语、历史及文化机会 与发挥部落照顾精神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应鼓励辅导或补助法人 团体搬离社区 复制室后 部落复制室 具有教保服务 然而近年来 部落复制室 右照中心之推动 实际执行层面困难重重 不仅行政程序繁复 且常被指引建筑不合法 设备、诗资和教学课程等皆不合格 再者、右照中心立案 需先招标、兴建符合規定之建物 但原乡地属偏僻、建筑师和工程员 认为不符成本 因此经常流标或无人愿意投标 欲征部落右照中心立案之难度 为落实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精神 教育部应邀请真正了解 原乡部落处境的专家 或实际从事右照照顾的部落妈妈 与公益团体 针对原乡部落右照服务的改进 以及如何坚定在地文化和部落需求 提出检讨与建议 并将顺便报告送交教育及文化委内参考 提案人委员柯智恩 连署人委员苏巧惠 张六万坚 柯委员有没有补充意见 没有 高路委员跟江南西委员 加入联署 还有本席加入联署 好不好 就照案通过 好谢谢第三案 第三案 通法第十五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 择一 责定一所以上学校设立 民主教育资源中心 资源区区内或鄰近地区 各级一般学校资源职教育 查原民会编列 大专学校援助民主学生资源中心 以下称原资中心预算106年度 较前年度减少64万元 105年度814万元 106年度750万元 教育部前开经会 106年度较前年度增加3755万元 105年度为0元 为援助民主 有援会及教育部支补助 大专校院援助民主 学生资源中心要点及其草案 经会明定 并预计全开模法 厘清原住民主资源中心 与民主中心之认入差异 更会确实依据母法为监会补助 以至于各大专校院监会 应用比重、失衡、甚至十二本、竹墨 106年度期 原住民主学生资源中心 由教育部编列预算为补助 基此 原要求教育部检讨过去补助 原住民主学生资源中心 办理AO情形 并以106年度确实依据 原住民主教育法第18条办理监会补助 有建于各大专校院 原住民主学生社团 办理民主教育活动 及相关流行之有连配合效益 建请教育部 106年度定行 云之预算 博以各大专校院 原住民主学生社团 各大专校院 原住民主学生社团 例如台湾大学是原生代社 国民大学是大鲁湾社 政府大学是大鲁湾社 市民大学是南森马谷社等 使原住民主青年学子自主办理 原住民主文化文化文化 部落参访与服务等业务 鼓励校园 学生自治 更启发原住民青年自治 自治参与 以充实 落实 创新民主教育之开展 事后有当 郭靖恒公爵 迪安人委员 陳学胜 柯智恩 高金素美 蒋乃欣 鄭天才 宣言完毕 来 郑委员 这样文字修正可以吗 那个 教育部有给你一些建议 可以吗 因为这涉及到这个 研支大专协生的 协生 研住民协生支援中心 按照研住民族教育法 第18条的规定 它的经费的运用 主要就是为了 生活 辅导生活 跟学业 那现在要把它投入到这个 文化 民族教育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跟 母法有 有不一致的地方 因为 生人要做民族 民族教育的部分 是在第15条 是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第15条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 本来就有另外一个 民族教育的中心 民族资源的中心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条文 一个是15条 一个是18条 今天谈的是18条 所以我这边并没有说一定要编多少 建勤啊 不是不是不是说建 也是建勤啊 对啊 所以就照原来的 云资 可以加以圆明会了 建勤 教育部局 106年度 我这边是 云资啊 你没有钱 你就不云资吧 就讲得那么明 就尽量嘛 对啊 你们就尽量就好了 可以加以圆明会了 好不好 加以圆明会可以吗 好 那么建勤教育部 与原明会 于106年度 另行云资预算嘛 对啊 会各大专院校 原资中心 用以协助嘛 这样就好了嘛 建勤啊 没有剩余的就做 没有剩余的就做 对嘛 就尽量做嘛 好不好 这委员都讲底线出来了 你们 这个主要就是让你们知道说 这个第15条跟第18条是不一样的 嗯 好不好 好 那就 照修正案通过 好不好 好 各位提案委员如果有补签 请议事人员详细登载在议事路 包括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 现在三位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好 好了 biscuits 啊 你们 D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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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